第七百四十一集 吞噬者芙兰 目前吉南境的进展一切顺利 铁边士族已经覆灭 回音托我向您表示感谢 神圣决斗需要准备时间 我预计铁杀成士族会在一周后前往灼火之地 趁着这段空当 我雇佣了一些族人标记地底明和的位置 相信很快便能找到一条相对靠近海岸的黑水之河 另外 士族中的神女您打算如何处置 向您致意 铁府 陛下 这就是从吉南境发来的消息 聆听符印闪烁着微微红光 斯佩尔伯爵的声音在汇报完后停顿下来 显然在等待罗兰的回复 接着 叶英将另一块符印递了过来 由于叶英正坐在桌上 也不知道是不是刻意为之 符印递过来的位置恰好放在修长的大腿边 尽管不是夏天 但她依然穿着黑色的贴身长裤 将完美的身形展露无遗 罗兰若要对着符印说话 就得靠近她的腿部 不得不说 这真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罗兰也不知道是该光明正大的打量 还是装作漫不经心的瞟上两眼 干得不错 我是指铁府 陛下 您还好吗 我听您说话有些沙哑 冬天请注意保暖 您的身体可不比女巫 我很好 转告铁府 如果没有出现较大的偏差 让她继续按计划实施 至于神女 可以争取 但对方不想离开极南境的话 不要勉强 就这么多吗 嗯 若有其他要求 我会再通知你的 我明白了 那么容我告退 陛下 符印上的红光熄灭了 罗兰回正头 轻轻呼出了一口气 这种若有所失的感觉 到底是到哪样啊 叶英泽轻笑着收起符印 一个闪身回到躺椅上 继续嚼着鱼竿 翻看女巫故事的连环画 罗兰撇撇嘴 将注意力集中到正式上来 此次沙漠行动 投入了全部灵厅符印 利用坠龙岭的 斯佩尔帕西伯爵做中转 来实现吴东城 与先前部队的及时联络 尽管通话有些不方便 但比起最初动辄 十天半个月的信件传递 以及按天计算的飞行信使 这种联系方式 已经称得上 迅若电光了 他总算有了一种 不出领地 便可纵览全局的感慨 可惜 灵厅符印 需要女巫注入魔力方能生效 而且 要实现双方交谈 至少得拥有两组符印 和两名女巫才行 这就注定了 他不可能取代电话等 普通人也能使用的通讯工具 如今西境的首条电话线 已进入铺设阶段 他将从城堡办公室 直达长歌区市政厅 并且第二条和第三条 也在规划之中 预计将两地市政厅连接起来 之后传递命令 只需要一个电话即可 考虑到架设电杆 费时费力 还容易遭到冰雪破坏 罗兰决定 将线缆沿着山脉布置 由连沉入地底 既方便又安全 等到群山防线建立后 他势必还要增设 与前线联系的线路 到时候 办公室里恐怕得摆放 十余步手摇式电话机才行 除此之外 塔奇拉古女巫的迁移行动 也是罗兰关注的重点 麦西和闪电担任了预警工作 侦察范围 扩大到了群山以北 十公里外的区域 就是为了提前侦察到 携受的大规模进攻 毕竟神明的遗物 很可能决定了族群的灭亡 再慎重处理也不为过 他在这半个月内 与帕沙进行了多次交谈 他们的方案很简单 先让如虫载体 开辟一条直底西径的山间通道 然后选择一处 沿层稳定差到较少的位置 开辟宫殿 接下来 古女巫会陆陆续续将载体 纹线和神发菌躯壳 搬运至新居住点 最后才轮到天谴一气 与神明遗物 对搬迁最为积极的 是一位叫芙兰的女巫 或者说吞噬如虫 她张开血盆大口 扭动着圆滚滚的身躯 挤到幻象一气前 兴奋地向罗兰表示谢意时 她着实被吓了一跳 后来 经过帕沙解释才明白 投身于载体的女巫 无法再寄存到神发武士体内 她们的感知与意识 都和新居体固结在一起 好处是 不需要经过漫长的练习 也能使用载体 坏处是 一旦躯壳损坏 她们没有备用的载体可供更换 想来也是 如果不采用这种结合方式 恐怕女巫练习一辈子 也无法让载体活动起来 一个习惯了四肢十指的人 要如何才能操控拥有无数处须 或是蠕虫般伸缩前进的躯体 相反 一旦适应了这种奇特的载体 估计也没办法再回到之前的生活方式了 因为吞噬如虫 需要消耗大量食物来供养 所以不使用时 古女巫不得不将弗兰 重新转入到灵魂仪器中 使她陷入永眠 这显然不是一个好体验 可以说 她为了塔希拉族群的延续 而牺牲了自己的未来 比其转化为原初载体的帕沙 埃尔霞等人付出的代价 更加沉重 至少后者 能够时时刻刻注视着这个世界 感受外界的变化与更替 由此 她对罗兰的感激 也可想而知了 另一个关键还在于 罗兰曾夸下海口 说吴东城里 有干不完的活在等着芙兰 这意味着 她得支出大把粮食 让对方一直保持精力充沛的状态 好在 蠕虫属于杂食性载体 无论是穀物还是肉类 都能接受 我想吃热乎乎的 早上香热的热粥 还有 烤到表皮油光发亮的犬牛 芙兰说这些话时 基本是一边流着口水一边说的 蠕虫的外表虽然丑陋了点 却和肉流一样 能用独特的方式感受外界环境 包括味道 痛楚与温度 罗兰只能在心底 效忠带泪地 接受了她的感谢 看来 无论在哪个世界 建设行业 都是一个庞大的吞金巨兽 顺便 罗兰还询问了帕萨一句 原初和中枢载体 是靠什么填饱肚子的 得到的回答是 泥土与高温 这也是他们为什么喜欢 泡在岩浆里的原因 这个答案 让罗兰稍稍松了口气 大概比起吞噬如虫 肉流吸取能量的方式 更像是植物 这样一来 她也不必负担这几位 寿命接近于无限之人的 伙食开销了 就在罗兰考虑 该如何规划群山防线 令建在地底的军事设施 可以更好地同现有岔道 甚至是古女巫宫殿 连接起来时 窗户外 忽然传来了一声炸响 罗兰诧异地转头 望向落地窗户 只见城镇一角 升起了一道黑烟 其中还夹杂着 些许隐约可见的火光 方向正是靠近 毛石内墙的学院方向 叶英 我这就让希尔维和菲利斯去看看 陛下 不要离开办公室 我马上就回来 说话间 叶英已顿入迷雾之中 消失得无影无踪 第七百四十二集 侦探团 再出击 芈月急匆匆地跑进卧室 将脸 挫到莉莉面前 莉莉 莉莉 你听说了吗 学院却出事了 走开 你挡着我的光了 莉莉把芈月的脸推开 继续调整着显微镜的焦距 心里 却叹了口气 今天的复制测试 估计又要泡汤了 现场不但传来了爆炸声 还燃起了大火 你觉得会是谁弹的 自会还是魔鬼 教会已经被罗兰陛下击败了 魔鬼离我们还有数千里远呢 估计是哪个笨蛋 偷了化学实验室的废弃物 然后把它带进了教室吧 类似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 例如半个月前 一名研究员将智取不合格的火棉 随手带回了家中 想当炉灶的引火雾用 结果被孩子失手点燃 差点将家里烧个一干二净 事后 陛下还发了老大的脾气 在城堡里都能听到 他训斥相关责任人的声音 再之后 化学实验室的规章 足足多了好几倍 莉莉曾在书卷那儿 见过新的条例 由一张单薄的羊皮纸 变成了一本 足有十指后的书籍 可是这次有爆炸 你怎么可以如此不关心 湖东城里发生的事情 这也是我们的家园啊 少唬人了 你只是好奇心过剩 想早点知道答案而已 正因为如此 才应该叫给更专业的人去抽离 再说我现在做的事情 也是为了湖东城的发展啊 倒是你 一直在干涉我的事业 还整日有手好闲 那你有什么成果吗 没有对吧 你都盯着显微镜看了一年多 但并没有帮到陛下什么 而我的电磁之力 已经为陛下带来了夜晚的光明 让人们即使晚上也能继续工作 但我还是没有嫌弃你这位老朋友 去找出问题的真相 同样也是对陛下的帮助啊 麻烦你嫌弃我好吗 她也不知道 为什么始终难以把母体转化为 特定种类的微小虫子 明明她已经能控制母体的形状 并尽可能贴近于想要同化的目标 可始终没能突破这一难关 小姑娘隐隐觉得 这两者之间仿佛缺少了些什么 却苦于找不到具体头绪 以至于能力进化后 除了治疗一些寒意外 剩下的时间 都拿来与显微镜打交道了 她既无法像安娜和索罗亚那样 促进吴东城的生产水平 也不能如伊弗林那般 为大家带来欢乐 对此她一直耿耿于怀 莉莉的确喜欢观察 这个肉眼看不到的复杂世界 但她也不想白白耗费陛下的粮食 尽管她绝不会在口头上承认这点 现在就连笨蛋一样的芈月 都走到了她前面 这种不快感 还真是让人心中生痛 见到强拉不行 芈月立刻恢复了哀求的模样 她抱着莉莉的胳膊 嚷嚷着 不要嘛 我错了 你就当陪陪我吧 除去走灯下也没坏处啊 整天闷在房里 会把自己憋坏的 每逢这种时候 莉莉便很难再干净利落地 挥绝对方了 我知道了 不过不准给殿下和叶茵姐 他们添麻烦 我保证 之前怎么就会发现 熟若之后的芈月 会变得如此粘人呢 早知道如此 当初就坚持找叶子 或收卷做室友了 那我们现在走着去吗 你在这等我一会儿 好几个姐妹也想去一探真相 我把她们全都叫过来 一刻钟之后 她带着数名女巫 重新回到房间 人都急起了 我们出发吧 我们也想帮陛下的忙 如果 罗兰陛下允许的话 那个 我 芈月的说法很有趣啊 我跟你们一起去看看好了 天哪 连一副灵都来了 她今天没有造酒任务吗 只用像上次 托月诗卷是那样做就行了吧 如果现场有人盯着 我可不会施展能力 最后一位是阿夏 她看起来颇为紧张 却比上一次 多了一份月月浴室 完了 这些家伙全给芈月给蛊惑了 她找你们来 不过是为了以后 万一被殿下怪罪时 能多一个人分担责任啊 不过看到阿夏出现 莉莉心里倒轻松不少 无论是夜莺还是司法部 没有带着阿夏一起出动 就证明 学院里发生的 并不是什么大事 恐怕和她猜测的一样 事发时有好几人目睹 后果也不算太严重 算了 就当陪他们闲逛一番罢了 马鸡召唤出魔力方舟 载着众人向学院驱传行 透过方舟顶板 莉莉可以清晰地看到地面上的景色 这种感觉十分奇妙 就好像明明前行于地底 却如同遨游在海水之中一般 抬起头 便能看到碧波荡漾的海面 学院附近已经拉起了警戒线 身穿黑色制服的警察 守在各个路口 禁止居民靠近 但这种象征性封禁对方舟毫无意义 一行人 禁止穿过街道和围墙 进入了学院 这里 原本是一座要塞贵族的豪宅 之后 被陛下进一步扩建 变成了如今的乌东城初等学府 不过 里面的屋子 大部分 仍然是木质结构 而非小区所使用的红砖和水泥 此时 火焰早已被扑灭 从被染黑的外墙来看 起火的位置 应该在主教学楼二楼 而且 部分墙面已经脱落 地上 还散落着一堆玻璃碎屑 大概正是那场爆炸 所引起的 众人在地底等待了一会儿 确认学院里 已无人进出 整个大楼都空空如也后 才让马迹操作方舟 在教学楼旁 浮出地面 一群人捏手捏脚地 钻进楼房 爬上二层 走道里 还残留着木头烧焦的味道 洒落的书本和纸张随处可见 大概是慌张撤离的学生们留下的 寻至焦炭味 众人很快找到了 事发地点 一间靠近走道末端的教室 走入室内 莉莉注意到 屋子一角已变得漆黑一片 墙面整个裂盖 裂纹一直延续到地板上 着火面积并不大 而且能看出 很明显的火势变化范围 焦黑的木头 由深到浅 一圈圈犹如波纹般扩散开来 完全不像是自然纵火造成的 不过 最令他在意的还是那几道裂纹 它们几乎就像是用斧头劈出来的一般 窝口已完全叹化 把手指伸进去 还能感受到淡淡的余温 倪月沿着墙角转了一圈后开口 应该就是这里没错了 阿夏 接下来交给你了 嗯 要是有人来了 你们记得打断我 阿夏走到教室中央 施展出回溯能力 由于爆炸时间确定 家之距离现在 尚未超过一天 他很快便找到了 事发发生前的关键节点 随着魔力涌出 破碎的墙面 又变得完好如初 东倒西歪的桌椅 也恢复得整整齐齐 空荡的教室里出现了不少学生 他们有的趴在桌上睡觉 有的聚在一起闲聊 讲台上没有老师 应该是中午休息时间 初次见到这一幕的马迹和香草 情不自禁地惊叹出声 随后 又像是怕打扰到阿夏一般 赶紧捂住了嘴巴 特别是看到一名学生 若无其事向他们走来 却像幽灵似的穿过他们身体时 两人慌张地连退几步 差点摔倒在地 不用担心 这些都是幻想而已 阿夏能够回溯时间 令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再次重现 这 这真是了不起的能力 艾米同样是第一次瞧见 却丝毫没有流露出京剧之情 而是一脸的敬佩 也没有多了不起了 比起叶英姐 我的能力不算什么 叶英 你是说那名常跟在陛下身边 很少露面的金发大姐姐吗 是啊 她可是全西境最强大的女巫 说不定放到整个王国也是 厉害 等等 你们看 这是 七零 只见五六个十来岁的孩子 将两名女孩围在墙角 激烈地争吵着什么 而被围的两人反应截然不同 一个平身双手拦在众人面前 毫不退缩地大声呵斥 另一个 则抱头缩在前者的身后 看起来被吓得不轻 由于初等普及班并没有统一的入学年龄 因此这群人中 最大的看起来已有十五六岁 身躯比两个女孩加起来都要高大 在架势上呈现出压倒性的优势 但那名寸步不让的短发女孩 并没有被对方的人多势众所吓到 即使只有一人 气势也丝毫不落下风 从双方的口型可以推断出 争执内容跟他们的出生地有关 例如滚回东径去 盼望的走狗之类 很快 争执演变成了推丧 那名高个子率先出手 想要将阻拦者按倒在地 却不料 双手刚抓住他的肩膀 却被一脚踹中膝盖 整个人顿时斜歪下去 现场一时变得混乱起来 女孩犹如划手的泥袖一般 从包围圈中钻出 又是一脚踹倒一个胖子 他将所有人的目光 都吸引到他的身上 没人再去管那个抱头抽气的 可怜姑娘了 唯独者一窝蜂地朝短发女孩扑去 而后者则在教室后半段游走 利用其他学生做掩护 动作灵活的 简直跟猫儿没什么两样 由于个头不占优势 他每次出脚 都会踢到对方的膝盖或脚踝附近 一击就能让对手跪倒在地 好一阵子都直不起身来 这小鬼好强啊 加油打趴他们 但他力气太弱了 而且只攻击一个部位的话 很容易被对手针对防范 缠斗下去对他不利 这你都知道 抱歉 我只是以前 教会教过这些 对吧 没关系的 你既然能够通过陛下的审查 就说明和那些恶毒的纯洁者 并不是同一类人 莉莉猝着眉头一语不发 她也认同香草的看法 被踢倒的学生 尽管看上去很狼狈 但缓过劲后 仍能一蹶一拐地爬起来 继续唯独短发女孩 而且这一次 他们对双腿的保护 谨慎了许多 对方也没那么容易得手了 忽然 那名高个子抓起了一张椅子 趁着他的注意力 被另外两人分散时 从身后猛地挥下 小心 但幻象记录的 只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情 艾米的提醒 并不能让女孩 察觉到来自背后的偷袭 椅子脚砸在她的头部 将她打翻在地 扑倒的瞬间 她一个翻滚 从前方两人的夹击中逃脱出来 捂着脑袋 咬牙蹲在地上 可以看到 女孩的指尖 已经沾上了斑斑血迹 鲜血 从她耳边的发烧处 缓缓躺下 染红了半边脸颊 高个子也显得有些发愣 大概是没料到 对方会结结实实地 挨下这一击 她犹豫了一会儿 才将椅子丢在地上 朝她一步步走去 就在所有人以为局势已定时 女孩突然露出了痛苦的神情 同时张嘴大叫起来 尽管在场的女巫们听不到声音 却能从她的表情看出 此刻她正在承受多么强烈的痛苦 就算是被椅子击中脑袋时 她都没有如此变色过 接着 一道电光从她指尖跃出 很快是第二道 第三道 电光沿着地板蔓延开来 身后留下扭曲的橙红轨迹 当她接触到窗户时 忽然爆发出一团明亮的闪光 刹那间火星四射 犹如铁石相交 玻璃应声而碎 墙面也炸开了一个大洞 众人惊慌失措地转身逃窜 再也顾不上被电光笼罩的 短发女孩 第七百四十四集 虫群之主 这是 觉醒 十十八九 初次觉醒时 魔力向体内汇聚 相当于一次反噬 其疼痛远不是划破头皮 所能比的 许多女巫 常常会在这一刻 无意识地施展出能力 也是最容易暴露的时刻 若是在两三年前 当众觉醒者 下场几乎只有死路一条 电光很快便消失了 但教室的地板和外墙 却被这道霹雳点燃 留下的橙红色轨迹 逐渐升起明火 并冒出了滚滚浓烟 女孩强撑着 回到早已被下呆的伙伴跟前 大吼了两声 接着一把抓起她的手腕 将对方拖出了危险区域 莉莉欣赏地挑了挑眉头 要知道 第一次反噬 虽然不至于要命 却也是前所未有的体验 反噬结束后 常会生出浑身无力 冷汗直冒的虚弱感 能在这种状态下控制住身体 还没有忘记身后的同伴 对十来岁的女孩来说 已经是非常难得了 火势蔓延得并不快 毕竟放电引起的火源十分狭小 等到教室后半段 逐渐被大火吞没时 所有人已经撤出了教学楼 见到真相大白 阿夏结束了回宿 很好 我们又多了一名姐妹 莉莉扬起嘴角 而且可以预见的是 对方还是一个 颇为不错的家伙 不谈能力如何 至少勇敢和意志兼备 看到她才会觉得 不是所有女巫 都像芈月那般糟糕 说到这儿 她特意偏头瞟了芈月一眼 却发现芈月一副震惊的模样 显然没注意到 她在说什么 这笨蛋又怎么了 我们得赶紧告诉温迪姐 古东城又出现了新女巫 同意 我们现在就去城堡吧 温迪大概早就知道了 莉莉怂怂肩 不过 她并没有把想法说出来 反正等闲逛结束后 她也打算回卧室 继续观察那些细微小虫 正好顺路 芈月 大家走到门口时 才发现芈月还愣在原地 我来了 你还好吧 没事 芈月低声回应 与来之前的兴奋劲 判若两人 真是个莫名其妙的家伙 莉莉皮皮嘴 牵起了芈月的手 顺便把母虫注入到她体内 虽说笨蛋是不会感染风寒的 但万一出了意外呢 一行人搭乘魔力方舟 回到女巫大厦 七嘴八舌地 向温迪汇报此事后 招来的 果然是对方哭笑不得的责备 还用得着你们去探寻真相吗 希尔维在城堡里 就发现了学院区的魔力反应 过去一问 就什么都知道了 偷偷穿过警戒线 擅自闯入 有可能存在危险的地方 你们这是在向闪电靠拢啊 是不是也想被关起来 做三套综合测试题啊 啊 我差点忘了 在吃晚饭前 我得先检查一下酒馆的库存 啊 我 我也有一个难题 要向依莎贝拉请教 先 先告退了 还有我 爱米冥思苦想了好一会儿 始终没能想出合适的借口 最后被阿夏直接拖出了办公室 啊 如果温迪真打算罚你们 你们以为这样就能逃得掉吗 再说三套测试题不过一晚上时间 用来巩固一下学过的知识也没什么不好吗 按着芈月的脑袋向温迪道歉后 莉莉随后也返回了卧室 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了吧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这样子不就想让我关心你们 关上门 莉莉望向一脸哀愁的室友翻了个白眼 莉莉 金语屋是会放电的 那又如何 电就是磁 磁就是电 换句话说 我就是她 她就是我 万一她的能力比我更强 陛下不再需要我了怎么办 有你这么说的吗 就算你们两人的能力一模一样 殿下也不会故意放着另一个不用啊 可是总会有必经 那你们也始终不同 始终 不同 等等 你之前说什么来着 电就是磁 后面一点 她就是我 原来如此 莉莉只觉得脑中轰然一响 一条全新的思路出现在心头 她再也顾不上迷月 跑到书桌前 从一杯积水中 挑出一滴放到显微镜下 专心调整起焦距了 什么叫原来如此啊 喂 你这不能多安慰我几句吗 别来打扰我 要想不被她比下去 从现在开始认真学习吧 那样的话或许还有点希望 没错 比较总是不同的 无论莉莉绘制多少张细微小虫的图案 令母体尽可能与目标相似 母体也不可能成为目标 因为受到观察的限制 她无法看到小虫的每一个细节 只要显微镜背数再放大一点 或使小虫移动下位置 她通过比较捏出来的母体 便会变得大相径庭 若想让她转化为特定的小虫 两者应该是一体 莉莉很快找到了一个目标 一个犹如腐烂葡萄般的透明虫体 这类虫子在积水中十分常见 也是她常选用的试验对比物 她倾触玻璃片 召唤出一只肉眼看不到的母虫 抑制住她童话目标的冲动 利用触须一点点靠近葡萄虫 逐渐与目标重叠在一起 接着母体开始渗入葡萄虫身体 占据她体内的每一个角落 直到她全身上下 都变成淡淡的紫色为止 母体即是小虫 小虫亦是母体 当她放开限制时 第一次看到母体 没有像往常那样瞬间变回原样 而是以葡萄虫的形态游动起来 在她周围的各种小虫 悉数转化为烂葡萄的模样 这个过程很快便积到了整个水滴 半刻钟之后 莉莉再也找不到 除葡萄虫之外的细微小虫了 巴罗夫和书卷二人 一同走进了罗兰的办公室 陛下 事故就至结果统计出来了 哦 情况怎么样 不幸中的万幸 没人因此重伤不治 三人骨折 全部是逃难时不慎摔倒的 两人丧失听局 应该是爆炸声造成的 还要一人烧伤 不过 经那那瓦小姐治疗后 所有人都已经康复了 当时在休息室午休的教师 听到巨响后立刻组织了撤离 菲林希尔特 宣称是第一军正在演习 模拟敌人突袭学院 要求学生配合行动 不要惊慌 这个说法 让现场秩序维持了稳定 除了亲眼目睹 女巫觉醒的第六班外 所以骨折 失聪的伤患 全都是同一个班的学生 不愧是扶小陈光 罗兰忍不住称赞 利用第一军在吴东城的巨大威望 既方便控制秩序 又能减少恐慌 这样一来 就相当于把影响降到了最低 只要事后补救措施得当 大多数人都不会意识到 女巫觉醒 其实是个非常危险的过程 当然 觉醒者将能力控制在一个 极小的范围内 同样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 巨大的爆炸声 来源于电流击穿空气 与窗户上的金属插销 形成电弧通路所致 和雷声的原理一样 听起来惊天动地 但危害性并不强烈 至于扑灭火灾 则是艾葛莎的拿手好戏 当他抵达现场后 仅用数分钟就冻结了火源 让主教学楼幸免于难 尽管罗兰已经在考虑 是否将这些房屋 都换成砖混结构 以避免类似的事情再度发生 陛下 这件事您打算如何处置 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我觉得 他应该分成两件事来看 孩子间的斗殴 并不是关键 主要在于他背后的异地冲突 根据目前了解的情况 冲突双方 一边来自南境 一边来自东境 起因 也是因为争论东境 到底是不是盼王之乡引起的 您知道 提费科的领地 正好是东境的金碎城 而那里至今没有向您投降 所以 总之 如果不是有大人在背后宣称 孩子不大可能知晓这些事情 严惩冲突发起房的父母 并明令宣布 禁止讨论叛王之事 即可杜绝这类冲突 嗯 你接着说 第二点则是女巫觉醒 有可能对民众造成危害的问题 我的建议是 无论您做何判处 都将它写入法律中 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免纷争 罗兰饶有兴致地看了老总管一眼 不知可否 事实上 能注意到斗殴背后的根本原因 就已经证明 巴罗夫拥有了较为宽广的眼界 这显然不是曾经那个财务大臣助手 所能察觉到的 在这两年多的执政生涯里 他亦有了长足的进步 不过时代的局限性 依然存留在巴罗夫的思想上 认为旨意 只要写进律法 就万事大计 但律法仍需由人来执行 特别是在消去地方贵族权力 实施中央集权的政体中 毕竟权力越大 要背的锅也越大 律法和大多数人的诉求相冲突的话 埋下的隐患迟早会爆发出来 到时候再处置 就不太容易了 书隽 你呢 陛下 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如今 吴东城中的领民来自徽宝各地 总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 如果发生一件就禁止一件 律法恐怕会变得相当臃肿 我建议 不如指引他们谈论的方向 明确告诉他们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比全部禁止或许要更合适 至于第二点 我想 您可以先询问一下 艾格莎小姐的意见 塔奇拉拥有众多觉醒者 他们面对这样的情况 应该十分熟悉才对 罗兰端起茶杯 缓缓喝了口茶 的确 比起一刀切的政策 他更倾向于 用舆论去控制人心 这件事情 并没有涉及到民族或王国冲突 比起后世民族主义觉醒 所导致的错综复杂的局势 要清爽得多 整个徽宝 甚至四大王国 都属于同一类人的宣传论调 并不难实现 此次冲突 不过是最简单的地域矛盾 完全没必要当作典型从众处理 把大家都是同一类人 叛变者 只是别有用心的一小撮 广大群众 不应为此承担责任的说法 写进教材 远比禁止大家讨论此事 增加各个地域间的隔阂要好 难点在于 普通人与女巫之间的关系 他不想让女巫特殊化 但女巫的存在本身就很特殊 这两者存在着一定的不可调和性 尽可能缓和这种冲突 无疑是一个十分长远的任务 甚至很可能贯穿全体人类的未来 既然没办法立刻解决 干脆就按书卷说的 先参考下塔希拉的做法 再慢慢调整好了 好在此事影响极小 可以用一个较为轻松的处理方式 来开启融合政策的展开 此事就按普通斗殴处理吧 用椅子砸伤女巫的那名学生 赔付两人的医疗费 并口头批评 第六班伤患的医疗费 由女巫联盟负责 学校的休憩交给市政厅 尽快恢复学院的正常授课 是陛下 另外后续的预防措施 就按书卷说得来 尽可能利用舆论来引导领明 具体的内容 我会列一个草案 交给你们去完善实施 对了 那名女巫 她叫雪伦 陛下 您要见她吗 不用了 先让她好好休息几天 平复一下心情 可以的话 叫温迪去陪陪她 告诉她女巫联盟的一些基本情况 我明白了 两人离开后 罗兰紧接着 又把艾葛莎和菲利斯 召进了办公室 还没坐下 艾葛莎便神情严肃地开口 陛下 我正好也有一些事情 想要跟您谈谈 吴东城的女巫觉醒情况 似乎有些不太对劲呢 第七百四十六集 魔力潮汐 有什么问题吗 啊 是这样 听说您的领地里 上一年只觉醒了一名女巫 罗兰从抽屉里翻出一张名单 那是温迪统计给她的 上面记录着每个女巫的觉醒日与成年日 以免她错过女巫们的第二次心声 应该没错 虽然上年邪悦新加入了两名女巫 但白纸早在三年前就已经觉醒 算得上当年觉醒的 只有阿夏一个 而且她的觉醒日 恰好就是成年日 这不应该 陛下 上一年您的城市有多少人 两万还是三万 应该有五万吧 今年吴东城的人数 已经超过十万了 十万的话 和早期的安列塔相差无几 直到退出沃土平原之前 塔奇拉地区也不过二十五万左右 可 您知道这两座圣城 每年的觉醒人数是多少吗 就算是魔力最为贫乏的时候 安列塔也没有低于过十人 塔奇拉则接近这个数目的三倍 魔力贫乏时期 没错 充盈于这个世界的魔力 是有起伏的 就像潮汐一般 红月降临后的那两年 也是魔力最为充裕的时刻 几乎每天都会有新女巫出现 随后 游离的魔力会慢慢减弱 到两次红月之间的这段时间 便可视作贫乏期 差不多只有等到邪魔之月 才会出现觉醒者 关于魔力越旺盛 女巫越容易觉醒这一点 罗兰之前也听艾格莎提起过 只不过她原以为魔力 每一年都会迎来一次高峰 没想到 她还会以数百年为周期 而出现大幅波动 可我们离第三次神影之战 没有多远了 这才是最让人担心的问题 地狱巨兽的出现 意味着红月降至 魔力趋势应该是越发活跃 而根据赛林的测试 事实也的确如此 但为什么女巫的觉醒数量 会如此之低 就算城市里无人觉醒 郊外城镇 村落 应该也有不少女巫诞生才对 例如在塔其拉时代 周边领地提供的女巫 就比圣城还要多 一般来说 人口总量越大 女巫就越多 这是联合会几百年 总结出来的规律 我一开始以为 是吴东城在招揽人口时 有意摒弃了女子 后来又认为是教会的影响 让新生女巫 不敢轻易暴露身份 导致她们没有立刻加入吴东城 结果看来 并不是这么回事 帕沙那边也进行了讨论 最终得出来的结论是 或许有什么因素 影响了新女巫的觉醒 并且 有逐渐扩大的趋势 假设这个猜测是正确的 你没有办法找出 到底是什么因素 造成了这一点吗 两人互相望了一眼 起起摇头 既然无法解决 就先当作神明暂时歇息了吧 反正不管觉醒几率怎样变化 我们也得将魔鬼赶出树光镜 不是吗 好在工业化生产一旦打下基础 对女巫的需求 远没有神罚军或天宣者计划那么强烈 不然这还真是一个要命的消息 您说的确实没错 无论如何 我们都要击败魔鬼 正是如此 对了 我之前找你们来 是想询问一件事情 罗兰将她对女巫觉醒时 可能造成危害的担忧 讲述了一遍 在塔奇拉时 联合会是怎么处理此类事件的 很简单 陛下 那个时代所有人 都明白半课中规则 半课中规则 是的 女巫觉醒前并不是毫无征兆的 魔力从游离状态 到汇聚于觉醒者体内 这个过程 大约会持续半课中左右 一开始 先是腹部盈盈产生刺痛与灼热 然后越发强烈 直到第一次反噬出现 具体的疼痛程度 因人而异 身体强壮的人 甚至不会受到太多影响 但细微的刺痛感 仍是能觉察到的 而半课中规则便是 只要女巫在这段时间内 大声宣告自己即将觉醒 周围的人 必须立刻离开她身边 如果没有采取回避 而造成的伤亡 凡人 不得向联合会讨要补偿 倘若对固定场所 造成了损失 则由联合会赔付 这倒是一个新鲜的做法 前提是人人都对女巫十分熟悉 特别是未成年的小姑娘 当遇到突如其来的刺痛时 第一反应是做出宣告 而不是怀疑自己吃坏了肚子 若受伤者同为女巫呢 没有提前宣告的 新觉醒者将会面临惩处 鞭持或钱财 是造成的后果而定 若已经事先宣告 联合会将承担起全部责任 不过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 毕竟战斗女巫本身已是少数 而觉醒初期极有能力 造成伤害的就更少了 换句话说 在塔奇拉时代 凡人要是没有及时避开 便只能自认倒霉 在那个女巫高人一等的特殊年代 他们这么做倒也无可厚非 罗兰显然不可能照搬这个方法 但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进行借鉴 毫无疑问 抛开处罚部分 半课中规则有着其先进的一点 它至少宣传了一种理念 使得大家都明白 女巫出生于人类内部 无论接受不接受 每一个未成年女性 都有可能觉醒为女巫 这就像后世的红灯亭绿灯行一样 大家所能做的 便只有遵守规则 以避免损害 当然 完全免责是不可能的 如果在此规则上 再退一步 将女巫和普通人一视同仁 并且把发出宣告后的伤害 交给市政厅兜底 而没有进行宣告 又造成了严重后果的 则按照过失伤人审判 或者 专门制定一部 规定女巫行为的律法 就像后世的交通法规一样 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 缓和这种矛盾 第747集 雪伦 温帝提着一盒晚餐 走进医疗院时 正看到纳纳瓦的父亲 提古派恩 和一男一女交谈着什么 随后两人弯腰屈膝 像是要跪下去 却被提古子绝拦住 一番僵持之下 两人只得鞠了几个躬 方才三步两回头地离开 等到他们消失在大门口 温帝好奇地走了过去 他们是谁 还能有谁 那个小鬼的父母 他们不放心 孩子一个人 待在医疗院里 询问是否能带他回家 不过得知 让他留在这儿 是国王陛下的意思后 又立刻改口了 还对陛下的关照 千万谢了一番 你以为谁都能像你那样 为了女儿 连领主的城堡都敢闯 温帝知道提古在遗憾什么 大概在子爵眼里 就算是陛下的要求 也不应该轻易 把女儿交出去 当年纳纳瓦觉醒时 提古连拜访函都没有准备 就直接去了罗兰的城堡 得亏四王子 本身就宽厚仁慈 并且压根没有迫害女巫之意 才让这段故事 成为了一桩美谈 不然换成莱恩公爵 或西径大贵族的府邸 提古恐怕就得吃尽苦头了 尽管此事发生于 温帝抵达边陲镇之前 但他早已听叶莹讲述过多次 自然明白提古那份骄傲 因何而来 唉 比起阿夏的父母 他们已经好上很多了 同样是女儿觉醒为女巫 阿夏的家人唯一想到的 便是那一枚金龙的薪酬 不仅急切地把女儿送上门来 还勒令他对陛下和女巫联盟 有求必应 完全将阿夏当成了出售的货物 如果不是看在金龙 直接交到他们手中的份上 估计这一家人 还不会允许阿夏回家居住 正是由于这份截然不同的态度 当阿夏与姐妹们熟络起来后 渐渐习惯了居住在女巫大楼里的自由生活 回去的次数已越来越少了 作为女巫来说 她是幸运的 但作为一个女孩来说 她的父母等于背弃了她 知道也是 他们两人一个在卢瑶区工作 一个是建筑队的杂工 一天忙完后才知道这个消息 饭都没吃就跑了过来 至少从神情中能感受得到 他们还是很在乎那个小鬼的 看来我这盒晚餐没有白带 能带我去见见雪伦吗 当然 请跟我来 扩建后的医疗院 虽然按照陛下的要求 设置了病患居住区 但很少有人需要真正留院治疗 娜娜瓦和莉莉 几乎包办了吴东城的所有病症 大部分病人只需在大厅等待一会儿 就能痊愈离开 让雪伦留在医疗院过夜 主要是为了防止意外发生 毕竟 教会的影响仍未彻底消去 来自挥宝各地的移民 是否已经接受 女巫和普通人 可以友好相处的理念 还不得而知 不过现在看来 至少雪伦不用再担心 遭家人毒手或无家可归的问题了 来到居住区的一间病房门前 踢鼓推开房门 朝趴在床头的女儿招了招手 娜娜瓦 该吃饭了 待会儿再和朋友聊 我们不一起吃吗 文丁姐姐 你也来了 嗯 我还给她带了晚餐 我明白了 那你们先聊吧 我晚点再来 娜娜瓦同雪伦道别后 跟着父亲离开了房间 温蒂走到床边 将餐盒放在柜头上 转身与那位正一脸好奇 打拎着她的病患 四目相交 成为女巫的感觉怎么样 女孩有着一头十分亮眼的短发 瑟瑟宛如刚刚长出花苞的玫瑰 在灰宝算是颇为罕见的发色 她的五官仍未展开 显得有些青涩 不过随着魔力觉醒 女巫的容貌会逐渐得到改善 温蒂已能想象出 她在成年之后出众的模样 觉得身体里好像多了一些东西 娜娜瓦小姐说 那就是魔力 你也是女巫吗 第一次是不是都会很痛 是的 你可以叫我温迪 至于第二点 答案是并不一定 不过那不重要 只要你学会了如何运用它 魔力就是你身体的一部分 跟手脚没什么区别 温迪打开铁盒 将热气腾腾的食物 放在床头柜上 雪伦猛吞了两口口水 肚子同时发出了一连串咕噜噜的声响 她的脸顿时红了 饿了吧 温蒂笑着 将鸟吻孤熬制的鲜汤 端到雪伦面前 淡黄色的汤面上 飘着几根青葱 圈圈油花在火炉的映照下 闪闪发光 和寡淡的青菜汤比起来 几乎能闻出来的肉味 与鲜香的汤汁 显得格外诱人 根据以往陛下一遇到新女巫 便召开宴会的做法 温蒂也学会了 用美食来稳定人心的技巧 先喝口汤暖下肚子 再吃别的东西 看着小姑娘狼吞虎咽的模样 连温蒂都觉得有些饿了 你的那位伙伴呢 已经回去了吗 我不知道 应该是吧 他没有来看你 没 毕竟我跟那些欺负他的人一样 都是从南京过来的 他大概还没有完全相信我吧 等等 你是从南京来的 是啊 风花镇 一个靠近雄鹰城的小镇子 只是 现在那里已经无法居住了 我一直以为 你和他 都是从东边前来的 所以你才会出手帮他 不是同一个地方的就不行吗 贵族们的纷争 明显和他没有关系 那些家伙只是想找人麻烦而已 这跟出生在哪个地方没有关系 错的就是错的 如果当时我不站出来 就没有人能纠正这个错误了 温蒂挣了半赏 过了好一会儿 才回过神了 或许您的担心是多虑了 陛下 这个孩子 并不需要我的安慰 他的眼神 明确无误地表露了这一点 他对自己的选择 确信无疑 第七百四十八集 继承的信念 这些 都是你父母教你的 嗯 主要是我的父亲 他常说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错误的事情 可正是因为 没人站出来纠正他们 让错误延续下去 久而久之 人们也就习以为常了 常见的事 不等于正确的事 大家不过是在 重复一种错误而已 这样的情况越多 世界就会越糟糕 可惜只要不危及自己 大多数人 都不会站出来 正如同教会 对女巫的迫害一样 民众只盯着 二十五枚金龙的赏金 却没在意过 那些被绞死的孩子 是否真的邪恶无比 这个想法是不对的 世界若是变得糟糕起来 那便是所有人的事情 有些看似和自己 无关的错误 终有一天 会蔓延到自己身上 能教出这样的孩子 温帝不禁对她的父母 产生了一丝兴趣 庄作不经意 问到此事时 雪伦的回答 却让她大感意外 他们不是我的父母 不是 嗯 我的父母已经去世了 雄鹰虫毁于战火后 南京的秩序便被打破了 到处都能见到 无家可归的难民与乞讨者 强盗和劫匪也多了起来 我父母都是巡逻队的成员 他们在抵抗强盗截掠时 没能回来 领主逃离后 这名也不得不陆续离开小镇 风花镇 如今应该已变成荒废的领地了 换句话说 这个悲剧正是因为争亡令而起 从某种意义上 也印证了雪伦父亲的话 看似无关的错误 最终会扩大到所有人的头上 温帝略带歉意地 摸了摸雪伦的脑袋 抱歉 提到这些事情 没关系 其实他们出发时 就已经做好了准备 父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便是 与其因为错误而付出代价 不如把这份代价 放到纠正错误上去 前者是罪行 而后者则是荣誉 荣誉吗 温帝顿时心生感慨 对于大多数城镇的巡逻队员而言 其生存法则都和老鼠类似 那就是在维持一个特有秩序的情况下吸取利益 当秩序与利益冲突时 毫无疑问 做出改动的会是秩序 能出现像雪伦父母这样的人 不得不说令人惊讶 那么来看望你的人是 我父亲的朋友 以前曾受过他的帮助 这两年来 我都一直跟着寇马克叔叔居住 他们没有孩子 对我就像亲生的一般 能做到这一步 对一户寻常人家来说 已经是十分难得的事情了 温帝不再问话 看着小姑娘一口口将晚餐吃完 雪伦把最后一块油炸肉条咽下后 尝出了一口气 表情中尽是满足 谢谢你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东西 尽管乌东城的物资已极大丰富 人们不必再为填饱肚子而担忧 但肉类始终是稀缺品 一般人能在麦州里放一片肉干 就已经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富足生活了 至于这种 纯粹用热油煎炸出来的半瘦肉 基本只有炼金师 市政厅管理者等高薪人员 才负担得起 温帝笑着掏出手绢 帮雪伦擦了擦油光发亮的嘴唇 等你加入女巫联盟之后 每天都能吃上这样的食物 真的 每天都能吃肉吗 当然 而且还不是便明市场里卖的腌制肉 而是新鲜的野猪肉 陛下最终意的部分 正是肥瘦参半的那块 不过不是每一只都有哦 要特别肥瘦的才能找到 不论是拿来蒸煮还是油炸 都十分适宜 钱一种肃软滑嫩 放进嘴里便会直接化开 而后一种呢 焦香松脆 光是闻着都能让人胃口大开 哦 对了 她喜欢把这个部分称作为五花 虽然一点也看不出 到底哪里跟花有关 能够吃到这些 也是脱了闪电和麦西的福 两人在巡逻时的最大爱好 就是烹制野味 以前还仅仅是带些烤好的兔子或鸟蛋回来 自从麦西能化身双翼孔兽后 抓取猎物的效率成倍增长 带回来的东西也变成了整只整只的野猪和雪狼 特别是当罗兰陛下有需求的时候 往往一天时间 就能将猎物塞满城堡的地下室 罗兰一直说 迷藏森林是个尚未开垦的大宝库 现在她也有些信了 至少在提供美味方面 森林的贡献举足轻重 为什么你会知道这些 难道 就是那个难道 主要不是太忙 陛下都是和女巫们一起用餐 那一枚金龙的酬金 也是真的 我也可以 加入女巫联盟吗 当然是 当然可以 事实上 联盟除了教导女巫 如何才能合理地运用自己的能力之外 也有照看和保护的意思 只要愿意为陛下 为吴东城效力 就都是我们的姐妹 加入之后 必须得住进城堡里吗 这一点 由你自己来决定 若是想要陪伴家人的话 完全可以住在自己家里 尽管雪伦口中的寇马克叔叔 与他没有学员关系 但他们显然已将彼此视作家人 那学院里的课 女巫有专门的课程 因为我们的接受能力更快 学的东西也更多 用于推广普及教育的知识 并不适合我们 不过 考虑到你的年龄 初期应该仍会以训练能力为主 而且女巫课程 也基本安排在晚上 只要能兼顾两者 你仍然可以去学院待上一段时间 直到毕业 我想加入女巫联盟 想成为像娜娜瓦小姐那样的人 即使雪伦不回答 温迪也从女孩的眼神中看到了答案 就和之前的询问一样 她清楚自己做出的每个选择 看来能力测试和签订契约的事宜 能稍稍提前了 第七百四十九集 二次进化的能力 隔天下午 罗兰便拿到了雪伦的能力报告 这么快 她已经接受自己成为女巫了 是 而且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坦然 不得不说 她的父母教导出了一个出色的孩子 温迪笑着 将昨晚的见面过程讲述了一遍 原来如此 罗兰不禁有些动容 在这个时代 能有人考虑得如此长远 已经算得上是先驱者了 大概历史也是如此被推动的 当信念不断传递给后人 使得拥有这份追求的人越来越多 直到达到一定程度 便会使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亦是同样的道理 人类或许就是这样 一步一步走向文明的 罗兰仔细翻看着测试过程 与魔力判定 作为一名十五岁便觉醒的女巫来说 雪伦的魔力气旋属于中上水平 报告里甚至注明这个程度 和塔希拉的一些成年女巫相当 在做能力测试时 菲利斯也在场 只要有新女巫出现 她十有八九 是乌冬城里最积极的那一个 雪伦的能力是产生电流 不过 温蒂对这一部分的描写较为模糊 显然 电穴部分 仍是初等物理中的一道难关 当它增大电流强度时 耗费魔力会快速增加 但此时的电流犹如惊雷 能够轻易击穿木板 烧溶铁器 换回较弱电流时 必须接触物体才能生效 可以点亮灯泡 只是很容易烧断灯丝 由于雪伦才刚刚觉醒 对魔力的控制十分不稳定 温蒂给出的结论是 战斗型女巫 同时拥有辅助生产的潜力 罗兰并没打算重新测试 毕竟手头根本没有判定电压或电流的工具 就算知晓这些参数 也无法得到准确数值 何况 释放高压电流时 对它的魔力消耗颇大 在输电持续性上 明显不如明月的曙光一号 至于电磁炮什么的 就更别想了 最后很重要的一点便是 无论是安娜的黑火 还是雪伦的电流 都是魔力转化出来的效果 并不一定会符合相关理论 只有当能力二次转化成其他效果时 才能和它熟悉的知识对上号 总而言之 这是个非常具有潜力的能力 特别是在了解电流本质后 会发生怎样的进化 以及成年时魔力会获得多大的提升 都是一个值得期待的问题 至于现在 按照温蒂的建议 让她自行练习的同时加紧学习 早日赶上大家的进度就好 雪伦拥有如此强烈的正义感 让她加入司法部似乎也挺不错的 一个能放电的小姑娘 不断在街头巡视 而且随时准备抓捕犯罪分子 这感觉还真是 格外熟悉啊 不过 罗兰并没有把心中所想的说出来 她向温蒂点点头 就这么办吧 麻烦你了 这是我的荣幸 陛下 吃过晚饭 罗兰回到办公室时 发现房间里除了夜莺外 还多了莉莉和芈月 三人围着办公桌 像是在争论着什么 快来看这个 天哪 简直跟真的一模一样 什么东西一模一样 罗兰好奇地走到桌边 才注意到桌上摆放着两盆鸟蚊 呃 这些蘑菇怎么了 要说它们长得一样 又不是 两盆蘑菇 一个略有些干瘪 像是厨房里的存货 而另一个 则水灵得多 罗兰掐了掐那盆 较为饱满的蘑菇饼 里头的汁水 顿时涌了出来 挺新鲜的 这是闪电 刚摘回来的吗 叶莺和芈月两人 齐齐偏头望向了莉莉 我用魔力催生出来的 啊 是魔力啊 等等 什么 用魔力催生 陛下 它凝聚的魔力形态 和之前变得有些不同了 如果说 首次进化时 是一只紫色的爬虫 现在 等于身上多了些花纹 魔力总量也增加了 嗯 换句话说 莉莉的能力 发生了第二次进化 不过还是虫子 倪月的补充 理所当然地 找到了莉莉的白眼 是这样吗 罗兰欣喜地拿起蘑菇 仔细端详了一番 很快明白了 莉莉口中的催生 是什么意思 你现在能让魔力虫群 变成你所想要的形态了 嗯 只信鱼用显微镜看得到 而且 必须先找到可以融合的目标 才能进行下一步通话 由于鸟腕姑产生的细小虫苗 比较好观察 所以我选了她来做实验 她大概指的是真菌包子 也是构成军类的基础 罗兰不禁兴奋起来 恐怕对于莉莉来说 任何肉眼看不到的生物 或者说是细微小虫 都在其能力掌控之下 干得不错 罗兰伸手揉了揉莉莉的脑袋 意外的是 莉莉居然没有躲开 也没有给予白眼 而是低着头 接受了罗兰的夸赞 哪有不错 您不知道 现在卧室里根本没法助人了 到处都是鸟蚊菇 连床上都长满了 一朵朵白色大伞 简直跟下过雨的 迷藏森林一样 我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成这样啊 一开始虫苗 怎么都不能变成鸟蚊菇 我还以为是 母体本身的问题 后来又换了一株 没想到突然 满屋子都长出了蘑菇 罗兰弄明白原委后 不由得大笑起来 以她那点可怜的生物 只是隐约记的 跟一颗种子 就能变成大树不同 单一的蘑菇包子 是无法长出蘑菇的 无论铜化再多 也属于一个包子 直到更换母体后 与另一个包子相结合 才快速生成了蘑菇 至于为什么到处都是 很可能是遗落的母体 在卧室中飘荡 将房间里的细菌 都同化成了鸟蚊菇包子 明天的午餐 就吃蘑菇盛宴吧 毫无疑问 莉莉二次进化后的能力 不再只有杀菌消毒一个用途 只要能观察到 就可以大规模转化 而且成本几乎为零 还能像正常微生物那样 繁衍扩张 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支 完美的V型大军 不管是用于粮食生产 还是预备未来的战争 它都能发挥出极大的作用 火焰从地底喷发而出 犹如一株株张牙舞爪的巨树 攒动的燕间是它的枝丫 滚滚浓烟则构成了它的树叶 它们相互连接在一起 敲织成一片广阔的黑色树冠 在橙红的火树下行走 图拉姆感到四周的温度 正不断升高 额头上冒出了痘大的汗珠 背上已变得黏乎乎一片 此地与外面冰冷的沙漠 恍如是两个世界 斜月的寒风 无法侵蚀大地母神的核心区域 这就是它被称作 灼火之地的原因嘛 没想到极南境 还有如此有意思的地方 经过一周的相处 图拉姆对铁府带来的一行人 已有了初步的认识 例如这名说话的神女叫安德利亚 擅长射术 其精湛的剑法 即使是沙民里最老道的猎人 也望尘莫及 毫无疑问 她将和力大无穷的神女 灰烬大人一起 参加接下来即将开始的神圣决斗 有意思 我只觉得这里像个蒸笼 普通人待上两天的话 恐怕都要变成人肝了 你会说出这样的话 我并不意外 缺乏品位和格调 自然无法欣赏此地的风情 你不先把汗擦干再夸吗 满头大汗的可看不出什么格调 你走开 图拉姆不由得对金发神女产生了一次认同 要问整个激南境最美的地方是哪里 不是为墨金族带来生息繁衍之所的银川绿洲 而是地火永不停息的灼火之地与无尽海角 他们尽管充斥着危险 但也象征着强大的力量 是神奇的居所 亦是沙民的信仰所在 一个用来掘逐地位和权力 向母神展示士族的勇猛顽强 另一个用来献祭 希望海之子能够庇有族人 为银川注入更多的血液 使得沙漠长出新的绿洲 特别是灼火之地 整个地区向下凹陷 中间又稍稍隆起 犹如一个倒扣的盆子 差不多能装下好几座铁沙城 永世不休的大火 使得周边的沙地已经硬化固解 在上面行走 如同踏进了铺满石砖的殿堂一般 除开宽阔坚实的道路外 两旁则是黑色的深渊和树井 地火正是从井中喷出 不断烘烤着这片大地 而最令人感到震撼的是颜色 任何一个沙民 在第一次走进圣地时 都会被此处绚丽斑斓的色彩所吸引 从深渊开始 两侧岩壁 呈现出逐级变化的赤红光泽 越接近地表则越暗淡 像是一块被烧得通红透亮的碳石 正不断冷却 不过到了地面 颜色陡然变成了璀璨的碧绿色 沙地 有如铺上了一层晶莹剔透的玉石一般 那是沙粒被融化后 重新结晶所形成的玻璃状物体 在火焰的映尘下 折射出夺目的光辉 再往上 便是此地永恒的主题 橙红的烈焰 盆地里喷涌着数十道火柱 它们围绕着中央地带的高台前后促立 仿佛在迎接新生挑战者的到来 那儿也是灼火之地的核心 神圣决斗的鄙视场地 红绿相互交替 加上地底的黑水 与远处的金色沙丘 乍看起来 像是把沙漠里所有的颜色 都集中到这块地域中来了 如果不是斜月 还可以看到 屡屡透过漫天浓烟的阳光 能和如此奇景相比的 也只有海底燃烧着烈焰的 无尽海角了 我也觉得这里很美 若是没有厮杀和流血就更好了 就像罗兰陛下说的那样 只是用来欣赏的话 一定会成为有名的 国家级自然公园 嗯 就是 他在查看雪山背后的魔鬼营地时 说的那句话 不愧是异国之君 和我想的简直一样 得了吧 你有见过他说的东西啊 没见过就不会动脑子想吧 单从字面意思来看 肯定是指景色很壮丽的地方嘛 当然 先是浅薄之人 肯定不会懂的 无论是铁府还是神女们 交谈之间 总是会不经意提到 辉宝国王的名字 图拉姆感到十分好奇 他们口中的罗兰温布顿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能让沙民和神女 都对其信任有加 特别是后者 他记得 旅行商人曾提到过 墨金族备受尊敬的神女 在四大王国里 不过是被教会猎捕的邪恶对象 然而 从他们对那位国王的态度来看 显然和商人说的不太一样 当一行人行至高台处时 早已等候在此的 肖谷士族武士们 发出阵阵嘘声 其他大士族的旁观者 则冷眼相待 铁沙城的汗天惊雷 无疑对他们造成了极大的震撼 事后 图拉姆才了解到 铁边族长鲁巴卡居住的石宝 竟然在爆炸中轰然倒塌 连带着他的血亲和手下 一同葬送于废墟之中 以至于六大士族顿时变成了五个 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都无法补充进来 不过 复仇对于沙民来说 是天经地义之事 铁边与澳沙之间的血海深仇 并不算秘闻 加上外族战士并未进犯铁沙城 卓尔银月的报复无可挑剔 所以 其他士族除了震惊与畏惧外 剩下的也只有冷漠了 可惜他们不知道 这次澳沙的目的 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 小谷士族只是一个开始 在场的各个士族 也迟早会走下官网席 成为被挑战者 要么击败对手 要么 成为卓尔银月的垫脚石 作为仲裁者的狂艳士族首领 走到众人面前 傲杀族长上前答话 我就是 很好 你已经不是第一次参加神圣决斗了 应该明白决斗的规则 小谷士族 一共会派出二十二人参战 现在为你们的勇士 挑选武器吧 允许放弃和投降 但不得违背 对三神许下的誓言 直到场中再无一人战力 胜利者 将赢得进驻铁沙城的资格 准备好了就开始吧 第七百五十一集 神圣决斗 武器架就摆在高台两侧 供决斗双方选用 从刀剑到鞭棍 常见的武器 基本都囊括其中 不得使用自带武器 是为了尽可能保证公平 例如大士族 完全有能力打造更精良的利刃 而挑战者 基本处于一穷二白的境地 惯用的武器质量可想而知 差距过大 会使决斗失去原本的意义 不过 图拉姆知道这其中 并非毫无手脚可做 铁边士族 正是靠偷换过黑水长鞭 击败了奥沙士族 尽管仲裁人事后 严惩了武器看管者 但奥沙的失败结果 已成定局 没人会为了一个 分崩离析的没落士族 而去和铁沙城大士族较劲 只是谁都没料到 这个行将旧木的将死者 也会有浴火重生的一天 骑士之列 就连士族之手 都感受到了压力 图拉姆还是第一次 见到狂艳首领 对待心境挑战者 不苟言笑的神情 有规定一个人 只能带一把武器吗 并没有这个规定 只要你背得动 拿多少都可以 灰烬先将两把弯刀 插在腰间 手中再拿起一杆 长柄铁锤颠了颠 最后套上一块方木盾 很好 我准备好了 这几样应该够我用到 决斗结束了 图拉姆吞了口口水 虽然他早就知道 这名黑发金童的神女 力大无穷 但大到这个份上 也太离谱了点 常人要经过多年训练 才能使用的双手锤 他居然能单手握持 还可以像细剑一般 轻松自如地挥舞 遇到了这样的对手 简直是敌人的一场噩梦 显然在酒馆里发生的 那场冲突中 他并未使出全力 否则空手拆了头骨酒杯 都有可能 我也是 安德利亚随手挑了把短弓 还刻意将剑筒里的语剑 减少到二十二根 那么 登台吧 等等 你们只有四个人参加决斗 图拉姆望了眼 身后的辉宝战士们 五十人围绕武器架散开 相互背对 警惕地盯着旁观者 并没有选取武器的意思 神圣决斗并没有规定 人数一定要一样 对吧 四个人就够了 按照规则 士族参与决斗的武士 应该在十五到三十人之间 还是考虑到高台场地 所定下的限制 但还有一条细则是 挑战者人数 不得超过被挑战士族 换句话说 倘若对方只派十五人应战 那么傲杀最多也只能出动十五人 这个考量 是基于一个残酷的事实做出的 无论决斗 是胜是败 上场的勇士都会面临惨重损失 死伤过半 是常有的事情 甚至战斗至最后一人的情况 也偶有发生 显然投入决斗的人越多 对士族实力的削弱就越大 以至于互相派出三十人的对决 反而比较少见 除非事先知晓挑战者 凑不出三十名强大的勇士 才会用这个方法 来获得总体战力上的优势 因此 肖谷士族将人数定在二十二人 无疑是做好了 即使决斗失败 也不会对士族造成 太大影响的打算 从铁沙城执掌滑落为挑战者 并不意味着彻底完蛋 只要族中还有勇武的战士 就有机会卷土重来 奥沙正确的做法 应该是派出同等人数与之对抗 尽管那些徽宝战士看起来又矮又瘦弱 完全称不上骁勇善战 可只要有灰劲在 奥沙仍能占据极大的优势 那种与生俱来还不受神伐之时影响的力量 已足够左右战局 不过四个人上场就完全不通了 神女的优势在于带领族民 在残酷的沙漠中生存下来 是人们景仰的对象 却不一定适合战斗 更何况 决斗者基本会佩戴神伐之时 神女的能力很容易受到压制 变得比普通人还要雷弱 一旦卓尔银月和安德利亚失去战斗能力 场上就只剩下铁斧和灰烬 就算后者再强 也没可能同时应付二十来人的褒奖 毕竟 对方抱着不惜性命的想法 以死相搏的话 即使拥有超凡力量 已不过两拳两脚 又怎么可能守得面面俱到 图拉姆原以为参与过神圣决斗的铁斧 对这些常识一清二楚 加上他们商量决斗事一时 并未叫他旁听 因此图拉姆也本着 不多问的人活得更长的原则 没有过多关注此事 却没想到 这伙人竟会如此拖大 目瞪口呆地注视着 四人神情自然地走上高台 图拉姆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明明额头上汗水直冒 却仍有种赤身裸体 站在冷冽沙漠中的感觉 仿佛周围绽放的火树 已不再能为他遮挡肆虐的寒风一般 要知道 他现在可是傲杀士族的一员 如果这伙人败了 不仅在小绿洲站不住脚了 甚至连吉南京都待不下去了 嗨 若早知道如此 哪怕把族人都丢给他们 我也不想蹬这趟浑水了 四人的登场 亦给其他人带来了强烈的震撼 以少数人迎战多数人 是自信与勇武的象征 但用四人对抗 二十二名身经百战的不足勇士 这简直跟自杀没什么区别 嘘声瞬间消失了 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 脸上的冷漠 逐渐变成了惊诧与凝重 面对如此诡异的景象 狂艳首领也不得不询问了一句 你确定傲杀只有你们四个人 没错 赶紧开始吧 对了 你们应该有事先写好遗书吧 这家伙是谁啊 鬼滅也太狂妄了 就算是神女 也不可能挡得住神识之剑吧 等等 我怎么觉得他是认真的 我和你的感知一样 这家伙手上沾过的险 绝对不会比我的少 你确定 我是武士 能体会到这一点 心跳在告诉我 他很可怕 但他们只有四个人呢 看看不就知道答案了吗 就是 等等等等 仅仅不到一刻中 场边的局势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所有士族成员都将注意力 集中到了高台上 之前的冷漠也冰消瓦解 不管是不是送死 光这份勇气就值得称赞 对于真正的勇武者 沙民从来不会吝啬敬意 难道他们真有把握 在这样巨大的人数烈士面前 获得胜利吗 就在图拉姆心中五味杂陈 思绪翻涌之际 仲裁者敲响了悬挂于高台一角的铜锣 那么我宣布 奥沙士族挑战肖古士族的神圣决斗 现在开始 第752集 幻音速射与力量 随着号令一出 肖古士族的勇士立刻拔出武器 连基本的试探都没做 就从高台两侧包夹过来 不管奥沙表现得多么凶有成竹 他们始终只有四人而已 这点人数 甚至都做不到把控自身半场的领地 当22人完成合围 奥沙就会陷入到腹背受敌的困境中 作为以决斗为生的勇士 绝不会在这样的生死相搏中有任何的顾虑 登上高台的那一刻起 他们就已经将生命奉献给了三神 这既是权力的争夺 也是取悦神明的搏杀 然后他们听到了哀伤婉转的歌声 卓尔银跃的颂唱 瞬间盖过了地火的咆哮 与鸣河黑水的轰鸣 这曲调 空灵悦耳 像是从遥远的天际传来 但里面蕴含的失落 痛苦与哀悼之情 浓郁得有如实质 凡是听到的人 都情不自禁地想要落下泪来 这让萧谷勇士们的脚步 不由得一顿 不 住手 干什么 快停下来 被判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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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判斩 旁观者忽然神情大变 有的指着萧谷士族大声喝骂 而有的则眼面长哭 像是遇到了什么极为悲痛的事一般 弗拉姆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看到萧谷勇士们 反身朝他的族人杀剧 转眼间观望台上便溅满了滚烫的鲜血 弯道穿肠而过 一个个头颅从台上滚落 脸上仍充满了惊恶与不敢置信 搭配上忧伤的取悲 简直像是在祭出这场惊人的屠杀一般 然而只有短短一说 当图拉姆再次眨眼时 眼前的残景消失得无影无踪 22名勇士仍在向前逼近 但脚步却迟缓了很多 他们没法不迟缓 背后的族人 本应该是他们最强有力的支撑 也是他们精神维系所在 他们为士族出生入死赢得权利 而族人则为他们欢呼呐喊 将其视为英雄 可惜现在完全颠倒过来 族人的痛哭与怒骂 让他们惊疑不定 就连同为铁沙城执掌的其他大士族 也对他们怒目而视 仿佛他们犯下了什么不容宽恕的罪行 勇士们不畏惧强大的敌人 却没法忽视手足的斥责 这难道是奥沙公主的力量 但怎么可能 图拉姆不是没有见过 可以操控人心的力量 例如沙岩士族的卡巴拉 就是一名拥有类似能力的强大神女 可她从来没有听说过 神女能让这种虚无缥缈的能力 超出十步范围的 她摸了摸脖子上挂着的神法之石 望向新主人 卓尔银月 那些光着膀子 明显没有佩戴神石的痛苦流涕之人 真是因为她的歌声所引起的吗 图拉姆相信 这个疑问 同样存在于肖谷勇士心中 对于决斗来说 这份迟疑是致命的 一切都发生在刹那之间 就在他们放缓脚步的那一刻 安德利亚率先动手了 她没有将背后的短弓取下 而是抽出羽箭 甩向离她最近的决斗者 或许是受到了场外的影响 又或者对方没有持弓 因此降低了警惕 肖谷勇士并未第一时间 做出格挡应对 当看到和离弦之间 没什么区别的箭头 向他们直飞过来时 再想躲避 已经来不及了 四枚羽箭 竟完全不亚于 强攻满弦的近射 每发箭矢 都从目标右侧锁骨下方穿过 卡在骨骼中 令握刀的惯用手 再也使不出一丝力气 这也使得四人 完全失去了战斗能力 包围圈顿时出现了破口 回荡在高台上的歌声 陡然一转 由先前的哀伤曲调 忽然变得激昂高亢 紧凑的古典每一技 都像是在敲击于心头一般 让人不禁热血沸腾 灰烬的身形 如同一道黑影 再次展现出了 他毫不讲理的力量 明明扛着锯锤和木盾 脚步依然行云流水 左手割挡 右手舞锤 没有人能挡得下他的一击 而且 他并非用锤头将人砸个粉碎 而是横握锤柄 在台上横冲直撞 很快 他的脚边就倒下六七十 人数上占据优势的 肖谷勇士 反而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继续分散 从两翼包围 先不说如何绕过灰烬 补上另一边的缺口 光是这个过程 都会被安德利亚的投射 压得喘不过气了 即使用盾牌挡住身体 也会被犹如长了眼睛一般的箭矢 定穿脚掌 至于荒芒中射出的神石箭矢 不仅威胁不到对方 落到地上的神石 还会被充当护卫的铁斧一脚踩碎 那可是价值几十枚金龙的金贵玩意儿 若是取消包围 则会使他们人多势众的优势 丧失殆尽 所有人 向我靠狼 大概是看出这样下去不行 一名勇士将剩下还能战力的 十余人聚拢到身边 战斗到这个时候 所有人都已看出来 虽然灰烬的宣言狂妄无比 但到目前为止 仍没有一人战死 如果他想要杀人 根本没人能阻挡得了那柄铁锤 每一个勇士 都是士族宝贵的财富 这一做法 赢得了各大旁观士族的敬意 自然也包括消股决斗者 他们不惧怕牺牲 也愿意为神圣决斗付出性命 不过 那得具有意义 而不是盲目地去死 大地母神 并不是试杀者 他赞扬勇气与力量 却不希望看到无谓的死亡 勇士们将武器收回腰间 所有人挤成一排 向前伸出双手 其意思 已经不言而喻 灰烬轻松的一笑 丢下木盾 平举长柄铁锤 朝人群冲去 两股力量 猛地碰撞在一起 不要退 不要退 坚持住 坚持住 不要退 观望台上 响起了杂乱的喊声 却没有指出士足 仿佛这一刻 谁胜谁败 已不再重要 人们只想看到一场 彰显勇武的较量 前一刻还在痛哭流涕的旁观者 现在一个个握紧了拳头 眼睛眨都不眨地 盯着高台中央 可图拉姆 竟丝毫不觉得有什么奇怪之处 场上的古典一浪高过一浪 像是催促众人勇往直前的号角 令每一个听众都心潮澎湃 就好像他们不是一个观众 而是这场神圣决斗的参与者 挥尽此刻上半身 绷成一条倾斜的直线 双脚前后弯曲 居然与肖谷士族的失余人 形成了僵持不下的局面 他手臂上的肌肉 形成了完美的弧线 宛如丽与美的最佳权势 不过 这不是一个人对抗 整个士族的决斗 当铁府 安德利亚 朱尔银月 先后加入这场拉锯后 平衡被打破了 四个人推着十余人缓缓前进 一步步向高台边缘逼近 每迈出一步 都会让旁观人群泛起一阵喧哗 图拉姆也忍不住一边高呼 一边挥舞起手臂 乐曲经过一段攀升后 终于迎来了最高峰 前进的脚步 终于在此刻与古典合而为一 肖谷勇士再也无力抵抗 四人七声大吼 将铁锤后的十余人全部推下了高台 乐声同时戛然而止 但振奋人心的余韵 仍不断回响在每个人的耳边 久久不曾散去 胜利者 傲杀士族 第七百五十三集 狼行之女 古尔兹焚火刚靠近家族训练场 就听到了里面传来砰砰击打声 动静之大 犹如一把沉重无比的顿器 再反复捶打沙袋一般 组长大人 是罗家在联系吗 是 他一大早就来了 还说没事不要打扰他 我去看看 可是 组长 不 您请进 看来我的女儿越来越如威严了 古尔兹焚火对侍卫的阻拦 并没有心生不满 反而颇有兴致地挑了挑眉毛 这样一来 等到他无法再登上灼火高台时 狂艳士族 也算有了新的接替者 推开门 一间由数千张牛皮 麻绳和木杆搭成的训练艇 大厅呈现在古尔兹焚火的眼前 能在铁沙城中 搭建这样一处处于室内的烟雾场地 除了拥有最大石宝的士族之手外 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 大厅里 铺着的不是泥土或石砖 而是细细的黄沙 走在上面 就如同走在沙漠中一般 沙力虽然细小 却并不柔软 里面隐藏着许多各角之物 他们大多是训练者留下的牙齿 或是武器碎性 当然 渗出的鲜血也有不少 因此一部分黄沙已泛出淡淡的暗红色 古尔兹父亲的父亲说过 若是能将此地的黄沙全部染红 黄沙将永远占据士族之手的位置 并在吉南境再也没有敌手 因此 古尔兹曾考虑过 倘若士族战败 不得不离开这座石宝石 不光头顶的牛皮膨胀 就连这些黄沙也要一并运走 哪怕不能再见出一个这样的训练场 至少等到夺回第一的位置后 不用重新开始染血 训练厅一头 架立着一排铁钓杆 他的女儿正赤裸着双足 卷起裤腿和袖子 猛力朝悬挂的沙袋挥出重拳 古尔兹毫不怀疑 这样的拳头如果打在人身上 一定会让内脏四分五裂 什么 看到奥沙士族的表现 你兴奋了 洛霞旋转身子 以一记回旋梯扫向荡回来的沙袋 修长的小腿快如闪电 将足有一人高的袋子击飞出去 不堪重负的麻绳 终于在大幅摇摆中断裂 沙袋旋转两圈 重重砸在地上 里面的沙子也洒了一地 洛霞长出了一口气 兽化的双手逐渐恢复正常 不要说出来嘛父亲 你明知道我在想什么 你看中了那名叫灰烬的神女对吧 毕竟单笔打斗 整个铁沙城都很难找到 能与你匹敌的对手了 可惜他们刚赢下铁沙城的进驻资格 应该在很长一段时间 不会有所动作了 所以就算对他们发出鄙视邀请 澳沙估计也不会答应 当然 作为新晋升的士族 想要在这铁沙城站稳脚跟 还有很多琐事要处理 恐怕到明年春天 他们就会迎来新的挑战者 换作谁都不会想在这时候 白白浪费力气 所以我只能找沙袋来聊天了 您找我就是为了说这事吗 你宁愿和沙袋聊天 也不愿陪父亲谈谈吗 这倒不是 洛家竖在头顶的耳朵抖了抖 像是认错般垂落下来 尽管他的模样颇为可爱 但并不适合一族支掌 所露出的神情 作为未来的士族支掌者 应该时刻保持严肃 不苟言笑 这样才能让手下感到敬畏与尊从 古尔兹忍住 想要伸手抚摸女儿那双 柔软的绒毛耳朵的冲动 板着脸提醒 表情 洛家立刻直立其耳朵 一本正经的回应 古尔兹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 自从洛家觉醒为神女后 就越来越喜欢与人战斗 力量和能力也越来越强 这在墨金人眼中并不是什么坏事 不过随着年龄日益增长 三神赋予的能力 渐渐在洛家身上出现了后遗症 洛家一开始 外表与常人无异 只有在施展能力时 会变化成巨大的沙漠之狼 后来在战斗中 掌握了单独的肢体变化技巧 从而拥有了一定克制神法之时的手段 毕竟神石影响的范围 只有两到三步 稍稍拉开距离 洛家就能让手臂受化 批出的斩机绝不是普通人能拦得下的 这使得他在决斗中所向披靡 原本为了守护第一位置 人员折损严重 根基已有些不稳的武士队伍 在他加入后重新变得强大无比 并且近五年来 已没人敢再挑战狂艳的地位 但长久以来的战斗 却使得他的身体一部分变成了狼形 例如尖尖的朝天耳朵 与露出半截的尾巴 哪怕收回能力 这些部位也不会转化为原样 如此一来 使得洛家成为了一个半人半郎的怪物 可以想象得到 洛家这一辈子 都无法过上正常神女所拥有的生活了 至少不会有哪位俊俏的勇士 对他这样的身体倾心 而那些太差劲的 洛家也不可能看得上 恐怕 只有身为父亲的古尔兹 才不会介意他这个 到底算是人还是兽的模样 因此 洛家必须得成为狂艳族长 只有站到所有人 都不得不仰望的位置上 才能掩盖这些争议 你觉得这场神圣决斗怎么样 看似让人热血沸腾 实际上却是奥沙族长 卓尔吟跃的把戏 除了灰烬外 并没有什么出彩之处 但不得不说 这一手还真是漂亮 用能力将场外的人 也纳入了决斗之内 并且避开了规则的限制 几乎完全掌控了决斗的走向 无一人死亡 就分出胜负 这已经是多少年未见的事情了 我猜 小谷氏族即使想到这一点 也不会对奥沙生出恨意 这样的伎俩顶多只能用一次 我敢打赌 下一次神圣决斗时 就会要求旁观者也佩戴神发之时了 另外 奥沙的做法虽然能赢得对手的敬意 却无异于自找麻烦 敬意不能填饱肚子 等到短暂的休养期一过 说不定 他们迎来的第一个挑战者 就是卷土重来的萧谷氏族 古尔兹欣慰地拍了拍 女儿洛家的肩膀 能够看到这一点 将氏族利益放在最优先之处考量 就已经拥有了担任组长的资格 或许 洛家想要一场势均力敌 酣畅淋漓的较量 但不会因为故意寻找这样的机会 而将威胁置之不理 就在此时 守在训练厅外的侍卫 忽然快步走了进来 组长大人 外面刚传来消息 奥沙氏族再次发出了 神圣挑战的请求 什么 这离他们赢得进驻铁沙城的资格 才过去一天 想谁 排名第四的沙暴氏族 他们没有从小绿州搬进铁沙城 是 还有人称 他们拒绝了萧谷的迁出安排 见鬼 这旁人到底在想什么 难道奥沙的目的 并不是单纯地进入铁沙城而已 看来我们都猜错了 或许同灰烬打上一场的机会 并不如我预想的那么遥远 您说呢 父亲 第七百五十四集 奇迹之路 入夜后 头骨酒杯 变成了小绿州里最热闹的地方 奥沙队沙暴氏族的那场 我可是亲眼目睹啊 那位黑发神女简直无人能耽 铜锣声才刚刚敲响 她就已经冲到对方神女面前 一顿盘将她给敲晕了过去 沙暴氏族的神女 不是山卓拉鲨羽吗 她可以化沙为假 也可以操纵沙力攻击 怎么可能被一击打败呢 就算反应不过来 那沙甲一般都是预先缠在身上的 几乎比北方人的盔甲还要坚硬 却说她挡不住盾牌 我还骗你不成啊 当时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看到 沙甲或许很坚硬 但我根本没有见着她发挥作用 奥沙神女冲过去的瞬间 她身上包裹的沙子就全部撒落在地 完全是用脸硬扛了对方一击中击 你们都知道第一场决斗的时候 奥沙神女一个人顶住 十多个小谷勇士的那码事吧 那样的力气啊 没被当场打死 已经是手下留情了 全都撒落在地 难道她带着神法之石 可能吧 这我倒不太清楚 不过小谷和沙暴的决斗者 肯定陪戴了神石 我觉这玩意儿对她不起作用 不惧怕神石的神女 这怎么可能啊 你就别插嘴了行吗 给这位加一杯酒 让她继续说 谢谢啊 沙暴士族大概是没料到 自己的神女会第一个逃下 战型顿时大乱 他们出动的人数只有上线的一半 肯定是以神女为核心来战斗 神女一等 接下来的胜败就没悬念了嘛 还是不死一人 没错 十五个人全都活了下来 要么肩膀中间 要么膝盖中间 要么就是被神女打晕了 这怎么玩意儿啊 这什么玩意儿啊 这可恶 挺她的 挺牛 挺牛 上来 挺牛 然而 这不算什么 前天的那场决斗 才让人刻骨难忘 奥杀挑战黑水士族 一个以汉勇和残暴为名的大士族 你们应该都听过黑水的名号吧 任何决斗者碰上他们呀 很少有人能活下来 他们没有神女 却全部都是一等一的勇士啊 而且还整整派出了三十人 比起前两场 那完全就是一次血腥的刺杀 但是 这句但是 让酒馆的议论声瞬间平息下来 大家都在等他讲出后面那句话 但是 仍没有一个人 死在灼火之地的高台上 还不可能 我今天还去铁沙城做过买卖 城里的人都在议论 黑水士族损失惨重的消息 他们的石宝钱都挂上了黑旗 明显是在哀悼 你却说 他们没死一个人 竖起耳朵听清楚我说的话啊 我说的是 没有一个人 死在决斗台上 这点我可以作证 当时我也在场 没错 我虽然会赶上第二轮神圣决斗 但好歹没错过前天那场 当时啊 甚至可以称的像是血流成河 能做到这一点简直匪夷所思啊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他喝多了我给你们讲 当时是这样 你给人家仔细说说呀 神女 再给他加三杯 夏阳 其实很好理解啊 黑发神女不是没给过黑水师族机会 可是她们哪怕是断了手或者折了脚 还想用牙齿去咬下一块肉来 这种情况下呀 她也只能让对方毫无反击能力了 神女用一柄长柄刀削断了她们的手脚 然后才把她们一个个的踢下高台 断了一只手或者断了一只脚 包扎及时的话还有希望活命 但双手双脚齐断 几乎没可能再撑着回到铁沙城 光是流血都能要了她们的命啊 不过这能怪奥沙士族吗 你们说 能吗 不能吧 他们之前都没有这样做 这场也是北逼无奈 至少在台上没死 已经足够证明神女没有心怀杀意了 没错 没错 要我说呀 那黑水简直是活该 也不看看对手是谁 还以为啊 这副拼死拼活的模样 能下刀杀呢 有道理 老板 一只倚靠在二楼窗口的图拉姆拍了拍手 不用 这一轮算我的 每个人都有 敬奥沙 敬奥沙 楼下顿时爆发出一阵欢呼声 图拉姆将杯中的酒一口饮下 常常吐出口气 最近一周里 光顾头骨酒杯的客人越来越多了 原本宽敞的一楼变得拥挤不堪 而且人们讨论的事情都只有一个 那就是神圣决斗 事实上 不只是小酒馆 整个绿洲都变得人满为患 随便走到哪里 他都能看到来自各个氏族的将死者或半死者 四处打听奥沙的消息 这在过去 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因为过多的人口 会对绿洲管理者造成极大的负担 消耗粮仓里本就不多的粮食 同时还容易引来不怀好意的挑战者 按照看门狗的做法 小绿洲只接受能为此地带来利益的杀民 要么是商人 要么是想来投靠的武士 像这样放任散步在银川绿洲的各个角落里的士族 来此扎堆 完全是出于新主人卓尔银月的命令 如果他只是以前的那个图拉姆 每日所做的工作 便是为看门狗赚上一些金笼 顺便给自己攒下一笔积蓄 遇上这样的情况 只会求之不得 但现在他已和奥沙士族的命运 牢牢绑在一起 光是让手下控制小绿洲的秩序 就已经筋疲力尽了 好在新主人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第一场决斗后 卓尔就将图拉姆留在了绿洲中 专心控制后方的局面 为了保证充足的粮食供给 铁府不仅从肖谷氏族那里拉来了一批 还掏出金笼向另外两个小绿洲购买 拒绝的那个 第二天便被徽宝军队扫荡出局 领地直接当作交易品 换给了一个粮食较为充裕的银川部落 事实上 到了这一步 图拉姆已经完全看不懂 奥杀这帮人到底在打什么主意了 让一个毫发无伤的部落群体成为挑战者 又放过肖谷氏族和杀暴氏族的勇士 令其短暂休整后 就能恢复全部实力 就算想要当氏族之首 做这种事情也毫无意义 唯一令图拉姆感到些许安慰的是 卓尔银月带回来的那几名神女 确实强大非凡 每次都是四人出战 却连续击败了三大氏族 现在拦在他们面前的 只剩下两家 而今天晚上 就能等到从灼火之地传来的新消息 奥杀挑战怒涛氏族的结果 第755集 最后一战 待到半夜时分 一名信使气喘吁吁地跑进了酒馆 赢了 赢了大人 奥杀氏族赢了 从灼火之地回到小绿洲 需要一天左右的绞成 如果双旗换成则可在当天抵达 显然 一分出胜负 信使就马不停蹄地朝绿洲方向回赶了 整个头骨酒杯顿时轰动起来 人们七嘴八舌的询问声 瞬间将信使包围 上好的果酒 经过人群的层层传递 以默契地递到了他跟前 图拉姆也感到浑身一松 不管如何 奥杀越强大 作为士族中的一员 他今后的日子也会更加舒畅 虽然 不是以图拉姆的能力办到的 但 那又如何 能带着族人脱离 半死者和死者的身份 前往铁沙城居住 这点代价 并不算沉重 先传口气 然后把决斗的经过告诉大家吧 是 双方并没有动手 怒涛士族和奥杀公主达成了协议 主动让出了第二的位置 什么 酒馆里先是安静了一小会儿 接着爆发出的议论声 仿佛要掀翻屋顶一般 两边没有进行决断 主动让出 这算是同行吗 那岂不是说 傲刹只差一步 就算成为士族之首 连续完成四场神圣决斗 不在场上杀死一人 这将决定是从未过的事情 卫阳 我也是听到这个声音才赶过来的呀 我也一样 要不是如此耸人听闻 谁能想到在这么冷的冬天 会离开银川吕正 卫阳 果然没办法来 来来来来 卫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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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拉姆同样愣了一会儿 但他不是为了怒涛士族主动退让的消息而惊讶 这番做法很好理解 保存实力 暂居第三的位置 等到奥沙与狂艳打得头破血流时 再寻机会重回第二 甚至 寄予下士族之手 也不是不可能 毕竟他们能退 狂艳就很难退了 图拉姆感到震惊的是 人群中的这番议论 让他刹那间隐隐有些明白了新主人的目的所在 那伙人正在快速记载声望 从来没有一场神圣决斗 能像现在这样牵扯到如此多杀民的目光焦点 傲杀公主的复仇归来 暴风咒语般的连续挑战 不管对方人数多少 总以四人迎战 以及不杀死一人的传奇战力 这一切的一切 都显得那么不可思议 同时 也在最大程度上勾起了人们的好奇心 神圣决斗 虽然是决定大士族地位与权益的重要仪式 可对于大多数沙民来说 那仍是十分遥远的事情 有些士族 从建立到消亡 都没有离开过银川绿洲 自然不会关心挑战者 与大士族间的战斗 毕竟 能从繁星般的部族中脱颖而出的 总是极少数 一场正常的权力交替 甚至还比不上 奥沙遭受铁边陷害那样的消息 来得吸引人 然而这次不同 一个族人曾经遭受流放 族长女儿被贩卖为奴的士族 依然能迎来翻身的契机 光这一点 就让大多数弱小的士族 不知不觉站到了奥沙一边 而之后发生的事情 更是一件比一件离奇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 奥沙就从默默无闻的挑战者 成为了众多沙民口中谈论的中心 酒馆里密密麻麻 涌动着的人头 就是最好的证明 不管他们是抱着期待 或讥讽的心情 或是单纯想看看奥沙到底能走到哪一步 至少卓尔银月 已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可以想象得到 当最后一场神圣决斗来临时 会有多少人前往灼火之地 亲眼见证这场奥沙的灯顶之战 图拉姆自然明白 这样的声望意味着什么 上一个将名号传遍 整个吉南境的士族首领 几乎统一了整个沙漠 尽管在之后与灰宝的战争中陨落 但他已隐约有了三神使者的架势 难道新主人的目的也在于此 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 这回奥沙已无需再与灰宝为敌 他们背后的势力 正是压在沙民头顶的北方王国 罗兰温布顿陛下 将为墨金族带来绿洲与秩序 想到铁府说的那番话 图拉姆忽然意识到 当奥沙成为士族之首时 或许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大事 那恐怕将改变整个墨金沙民的命运 两天后 小绿洲交案 第一军营地 回音有些担忧地望向灰金 与黑水士族的战斗让他浑身浴血 尽管大部分血迹都是对手的 但他也并非毫发无伤 你的伤没问题吗 放心 不会影响接下来的行动 灰金不以为意地解开长马尾 一头乌黑的头发宛如瀑布洒下 搭配上宽松的长袍 这种时候 完全看不出他是一名多次历经生死的战士 而像是一名风姿绰约的绝代佳人 叶子的草药也很有效 较深的伤口大多已经结疤了 都只是些皮外伤而已 超凡女巫的身体素质 本来就要好过我们 毕竟营养不需要供给给大脑 肌肉长起来也特别的快 脸皮也特别的厚 你不知道他以前 一个人猎杀教会时的经历 根本就是躲在连老鼠都不愿意待的地方 以腐败的动物尸体为生 那样都没死 就更别提现在这种小伤了 灰金翻了个白眼 并未像往常一样和安德利亚争辩 而是靠在躺椅上闭目养神 这才是一名成熟战士的做法 除了吃和战斗 剩下的时间都用来休息 尽可能恢复体力 以饱满的精神迎接下一场挑战 吴东城的其他女巫或许也很强 但能做到这一点的没有几个 不愧是陛下脱后计划 也要等来的人选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已经按照陛下的指示 做到最好了 铁府回想了一番临行前罗兰的指示 虽然有些词语十分拗口 例如炒作才是最重要的 尽可能制造话题性 打造决斗传奇 让整个沙漠都听到你们的声音等等 但总而言之 就是要尽可能吸引众人的注意 如今 从各个银川绿洲前来观看 神圣决斗的人数越来越多 应该算是达到了这个要求 剩下的便是击败狂言 然后由您当着众人的面 在圣地说出陛下的那番话 回音沉默了片刻 随后像是给自己打气一般握紧了拳头 我明白了 不要担心 卓尔大人 陛下并不要求所有人都能立刻理解这一点 您也无需有太多压力 像往常那样 让声音传遍灼火之地就行 无论有多少人会响应我们 新的秩序 终会顺着银川 传遍整个极南境 就在这时 图拉姆推开房门走了进来 他向四人依次行礼后 掏出了一通信函 狂言士族答复了奥沙的挑战请求 不过 他们要求指定人员参加决斗 什么意思 信上说 狂言三公主洛家 希望在灼火高台上 与灰烬大人进行一对一的对决 第七百五十六集 灰烬对洛家 奥沙士族与狂言士族的神圣决斗 如期而至 灼火之地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热闹 徒步前来旁观的人们 几乎围满了高台四周 为了尽可能让众人进入圣地 以确保宣传效果 铁府还用租借的方式 发放了一箱子审罚之时 只要同一士族的人员不超过五十人 其他大士族也无话可说 更何况 他们想阻止也做不到 如今的奥沙 已经是赫赫有名的第二士族 若不违背三神定下的律法 说的每一句话 都具有十足的分量 每一个要求 都应该被充分考量 灰烬缓缓走上高台 立刻迎来了众人的喝彩声 墨金沙民对于真正的勇士 总是充满敬意 而他这半个月来的战斗表现 足以赢得所有人的尊敬 甚至已经有人将灰烬 称为北国最强的斗士 因此这场决斗 也成了北国最强者 与吉南静最强者之间的较量 灰烬的打扮仍和往常一样 长长的头发扎成一束马尾 吹落在腰间 身上穿着一席黑袍 既没有披甲 也没有携带武器 这倒不是他有意拖大 黄燕士族提出的要求中 有赤身敖战一条 图拉姆解释说 这并非只不穿衣服战斗 而是不带任何武器 甲咒与辅助物品 自然也包括神法之石 显然这点 在一定程度上 弥补了神女能力的不足 同时不经意间 削弱了超凡女巫的战斗实力 说是不经意 是因为通过这一个月来的了解 灰烬发现 他们并不清楚女巫能力的分类 但凡觉醒之人都是做神女 也不了解女巫中最为特殊的一类 超凡者的存在 大概对方 只是想打个痛快而已 灰烬最终答应下这个要求 正是考虑到 狂咽三公主的能力 同样是属于肉搏类型的 这一点 除了图拉姆的讲述外 还从各个渠道收集来的情报确认过 极南境最强神女洛家的能力 类似于麦西 可以化身巨瘦 同时获得远超普通人的力量与敏捷 这让灰烬十分感兴趣 到底是变身后的女巫强 还是超凡者强 倘若换成安娜那样的对手 灰烬绝对不会答应 变化莫测的黑火可攻可守 根本防不胜防 没有神识的保护 十步之内几乎无法沾身 另外 势军力敌的战斗 同样对她大有好处 自从知道超凡之上后 灰烬就一直想要让自己的能力 更进一步 按照艾葛莎的说法 若想成为超凡之上 除了日复一日的苦练外 还得不停与强敌作战 在生死顿悟之间迎来高阶晋升 这也是趋使她答应对方要求的 最主要原因 就在此时 人群中忽然爆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呼声 只见一名穿着连帽斗篷的女子轻轻跃上高台 走到灰烬面前 看来 红尾最强者 沙民对同族人的呼声更高一些 毫无疑问 她就是今天需要面对的对手 狂艳士族的神女 洛家 洛家摘下兜帽 露出一头鹤红色的卷发 以及一双高高竖起的绒毛耳朵 你就是灰烬 这是狗耳朵 是狼 你不穿鞋子吗 地面应该很烫脚才对吧 墨金人从不惧怕热杀 看她的表情 明明就很烫 洛家轮流 点起脚尖 同时退下斗篷 将身后的蓬松尾巴 也露了出来 时刻维持变化形态 你适应魔力的消耗吗 倒是一个不错的练习方法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这是三神赐予能力的代价 不是什么练习方法 我没有办法恢复成人形 只能以半人半兽的模样生活下去 原来如此 灰烬恍然大悟 因为不想将这副模样暴露出去 所以洛家才会在如此炎热的地方 披着斗篷登场 而登台后再展现出兽化姿态 怎能让人误会 她已经进入了战斗状态 看来情报中所说的巨兽 是一只巨大的狼 就是不知道用骨头来引诱她时 会不会让她瞬间转移目标 从而大幅降低战斗力啊 至少对麦西来说 这招是十分有效的 你在笑什么 是她小看我吗 不 没什么 只是想到了一位有趣的朋友 既然你已经准备好了 那就开始吧 正有此意 洛家举起双手 原本还属于女子的光洁手臂 忽然膨胀起来 瞬间变成了一双粗壮的狼爪 父亲 请敲锣 这是随心所欲的局部兽化 灰烬挑了挑眉头 尽管洛家对魔力的奥秘一无所知 却依然遵循本能 熟练地掌握了魔力的运用方式 这一点连麦西都很难做到 只有在紧急关头才展现过 随着狂艳组长用力敲响铜锣 洛家双脚蹬地 猛地朝灰烬冲来 狼女的速度虽然很快 但在灰烬眼里和普通人没有太多区别 她甚至能判断出对方的下一步落脚点 并提前占据位置 抢先攻击 不过她并未这么做 洛家很显然没有使出全力 而是打算先用这种状态来试探灰烬的实力 灰烬决定采取硬碰硬的方式 让洛家明白 不变成完全体的话 是没有任何机会击败她的 灰烬伸出双手 如铁钳一般抓住了狼女的爪子 接着身形扭转 借助对方的冲力 静止将其举过肩膀 狠狠砸在了地上 这便是超凡者的优势所在 如果说局部兽化 只有相应的部位才具有强大力量 那么灰烬的每一根手指 每一条金剑 都时刻维持在最强状态 魔力对身体的强化日复一日 永不停歇 无论何时 她都能感受到体内那股澎湃的力量 一拳挥下 让洛家躺着的位置砸得粉碎 而后者利用翻滚勘勘避开 接着双手撑地 倒立着屈腿朝灰烬踢了 能令成年人脏气破裂的踢机 却被灰烬单手抓下 同时收紧虎口 洛家的小腿顿时皮开肉绽 眼看就要被生生捏断 这一刻 狼女也意识到了大事不妙 忍着剧痛 提起另一条腿 向她头部扫去 并且踢到一半时 已变化成了足有腰身粗细的狼腿 灰烬松开五指 低头躲过了这次横扫 好不容易挣脱束缚的洛家 不敢再试探下去 将那只已经出现五条血痕的右腿 也转化成了狼腿 如此一来 她的四肢已完全受化 不但个头增高了许多 速度和力量都得到了大幅提升 可惜 对于灰烬而言 对方的处境并没有多少好转 任何没有受化的部位 都是她再明显不过的弱点 例如头部和腹部 超凡女巫猛地挥出双拳 迫使洛家同样举起双爪来招架 接着 灰烬咧嘴一笑 还未等狼女反应过来 已将额头猛地撞在对方的脸上 三公主不禁发出一声痛呼 眼泪与鲜血一并溅出 巨大的撞击力 让她的鼻梁应声而碎 强烈的疼痛 使得其不得不闭上了眼睛 灰烬 回身一脚 快在洛家柔软的腹部 将她整个人踢飞出去 第757集 超凡的训练法 场上的喧哗声陡然安静下来 谁也没料到 刚开打不过数息的时间 洛家就落入了下风 从这一脚的闷想来看 黄燕三公主绝对受伤不清 只有灰烬清楚 她的直踹并没有用上全力 而且在击中狼女的瞬间 对方已经全速向后登离 同时微微缩卷起了身体 因此这一击并未完全吃下 在面部遭受重击之际 还能有意识地撤离敌人的攻击范围 说明 洛家即使没经历过真正的生死之战 至少在训练上也下足了苦工 女孩摔在地上翻滚两圈后 身形猛地膨胀起来 身上的衣服被撕成碎片 露出来的再也不是光洁的皮肤 而是蓬松的浅黄色鬃毛 看起来跟麦希不太一样啊 如果说肥鸽子是用头发将自己包裹起来 再变化成鸟类的模样 洛家者便是纯粹的身体变化了 也难怪之前 洛家选择光脚战斗 若是一受化 就得撑坏一双鞋子的话 即使是大氏族 恐怕也会很头痛的 相比之下 麦希就节约多了 不但不会损坏衣服 还能将身上的包裹 一并卷入头发之中 大部分的时候 相当于多背负了一份形状 当洛家停止翻滚时 身体已完全变成了另一副模样 高台上出现了一只巨大的沙漠之狼 灰烬曾在往返灼火之地的途中 见过这些拥有黄色毛皮的狼群 比起稀静的雪狼 它们的毛发不仅粗短而坚硬 身形也要销瘦上一圈 日落之后 眼睛偶尔会发出森森绿光 总是一副吃不饱的样子 显然 它们所过的日子 远不及迷藏森林中的那批同类 除开没有丰富的食物啊 还得时刻面对其他凶残捕食者的威胁 不过 眼前这只狼 未免也太大了些 就算是匹马 放在洛家身边 也相形见出 单单是四肢着地 便比灰烬高出半个头来 若是洛家用后肢站立起来 恐怕左右两个成年男子那么高 而他严重瘦窗的鼻子 同样反映在受化后的身体上 只见翘起的鼻梁中央塌下去一段 鼻孔中喷出的除了热气外 还有丝丝鲜血 洛家仰头长笑一声 激起了围观沙民一片倒吸凉气的声音 不只是灰烬 估计在场的大多数人 都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目睹 吉南镜最强神女的完整变化过程 站在如此魁梧的狼身之下 感到极大的压力和畏惧也是正常反应 不等吸气声平息 狼女猛地向前窜出 再一次朝灰烬扑来 这回灰烬的神情严肃了许多 对方的速度已经快到 和神法武士不相上下的程度 而且拥有如此巨大的体型 其力量肯定也不容小觑 他向一侧避开洛家的扑击 立刻发觉了不妙之处 那就是兽化后的狼女攻击范围实在太大 比起体型与常人无异的神伐军 他往往只需移动一步就能完成躲闪 两三步则可使自己占据有力反击位置 但对于巨型野兽来说 这个步数至少得增加好几倍才行 灰烬看看避开扑击后 对方横扫右爪 如同一道强垣一般向他砸来 碰的一声 避无可避之下 灰烬只得抬起双臂 正面挡下了对方的攻击 尽管此次碰撞 给予双方的力道完全一致 不过体型的优势在此刻显现出来 洛家只是浑身一颤 而灰烬已经倒飞出去 灰烬他不要紧吧 自从化为巨兽后 局势便颠倒过来 狂艳三公主一直压着灰烬追击 后者大部分精力都只能用来防御和躲闪 几乎没办法还手 尽管双方都是赤手公拳 但到了这个程度 他们的每一拳每一脚 都与铁锤利刃无异 灰烬身上出现了好几道伤口 进出的鲜血渐渐染红了衣袍 放心吧 这种程度打击要不了他的命 他还没有使出权力呢 灰烬别的优点没有 抗击打能力可是一流的 没有使出权力 可他明明已经传得很厉害了 神情并不像是轻松的样子呀 你知道塔奇拉时代的超凡训练法吗 那是什么 一种用来加速魔力消耗 使自己无时无刻都处于受训状态的方法 按罗兰陛下的话来说 既古老又低效 有这种功夫还不如都看两本书呢 研究下肌肉与骨骼是如何将化学能 转化为机械能的 但我觉得以灰烬的脑袋 说不定特别适合这种笨方法 毕竟让他看书根本是在为难他吧 是 是这样吗 当然 还要发起反击了 灰烬趁着与对手再一次拉开距离之际 将手伸进怀里 摸出了一根黑色布袋 那是什么 武器吗 人群中也响起了一阵骚动 神圣决斗之前达成的协议受三神认可 背弃者会遭受永恒的唾弃 因此 即使没人检查 一般也不会有人违反 灰烬笑了笑 随手将布袋扔在地上 看上去 如同腰缠一般的袋子 落地时 竟发出沉闷的撞击声 仿佛他抛下的不是轻柔的布匹 而是一段 沉重的铁石之物 狼女的瞳孔顿时收缩起来 然而 这并不是唯一的负重物 接着 灰烬蹲下身 将系在脚腕上的两块黑布袋 也取了下来 他们看起来普普通通 却是索罗亚亲手制成 如果换作寻常布料 哪怕是最坚硬的帆布 也撑不上一个星期 布袋分为三层 最里面一道是中空的 内部塞满了特制铁条 短短一小节 便重达十余斤左右 像是腰间的那条 基本相当于 背负着一个成年人在行动 当灰烬重新站起时 感到浑身又充满了力量 久违的轻松感 再次回到了体内 超凡者们便是带着这种东西进行练习的 魔力消耗得越快 对身体的强化越彻底 甚至有不少人还将他们带到了战场上 在最危急的关头 人们总是能爆发出超乎想象的力量 如果顺利的话 只要坚持五到六年 你就有希望突破身体的桎梏 成为超凡之杀 灰烬还记得爱格莎当时这么说过 而现在 刚好已过去 一年零三个月 第七百五十八集 血火之斗 从狂咽三公主完全受化后 灰烬头一次主动发起了攻击 洛家同样没有退缩 抬起身子 就朝对手扑去了 但这次他发现 自己的追击无法再连贯起来 用大范围的横扫 也难以逼迫对方回招格挡 就好像他时刻都慢了一拍 明明之前能挨到灰烬身体的攻击 只能撕下一片飘荡的衣角 而更多的时候 是什么都摸不到 缠斗片刻后 狼女只得顾忌重施 右爪扑击未果后 利用鱼力猛地旋转身子 将粗壮的尾巴拍向灰烬 这种招数 能让狼女瞬间将半个高台 都纳入攻击范围之内 就算脚步再快 也不可能全身而退 除非一开始 对方就没打算进身 宛如铁边一样的尾巴 则可以轻松刮下血肉 灰烬身上的大半伤口 都是这一招留下的 不过 预想中的撞击感并未传来 此时 光望台上 也响起了惊呼声 糟糕 洛家心里 陡然升起一股不妙的预感 与此同时 他的眼角 捕捉到了一个 从天而降的身影 他 飞起来了 所有旁观者 都瞪大了眼睛 只见灰烬原地跳起 竟然纵身越过了 比他还高半个头的狼女 落下的位置 恰好是对方 回转过来的头部 尾巴攻击范围再大 也只能贴地扫荡 对半空中的目标 毫无威胁 不过一般人 想要跳过如此高的距离 难度极大 加上身体离地后 容易被对手判断出落点 导致接下来的攻击 避无可避 所以很少有人 会在决斗中随意起跳 可惜 狼女旋转身子横扫后 尾巴部分 就成了他的盲区 灰烬没有选择 再去手下留情 而是一拳 砸进落家的眼眶 晚大的眼珠 顿时碎裂开来 一团血水 溅了灰烬半身 剧烈难耐的疼痛 也让后者 发出一声沙哑的惨叫 即使身躯再耐揍 眼睛这样的器官 依然是脆弱无比的部分 失去一只眼睛后 决斗的天平 以快速向超凡者一边倾斜了 然而 就在灰烬打算抽身而退 给对方留下投降机会时 却发现 落家猛地闭上眼睛 上下两片眼瞼 连带着面部的肌肉 紧紧夹住了他的右手 与此同时 一只巨爪闪电 搬朝灰烬山来 毫无疑问 这一爪 即使拍到他 也会夹中狼女眼部的 创伤 狼女明白无误地 表露出他的战斗意志 若是平时 单靠这种程度的禁锢 显然无法困住超凡女巫 最多让她的动作 稍微迟缓一二 但在如此关键时刻 哪怕一息时间 都无比致命 灰烬自知已无法躲避 毫不犹豫地 抬起另一只手臂 结结实实吃了这一击 巨大的撞击力 让灰烬仿佛听到了 自己骨头断裂的声音 一口鲜血也喷吐而出 这大概是决斗开始后 他第一次被真正击中 当两人分开 灰烬注意到 自己的左臂 已经折成了奇怪的形状 洛家狂笑一声 张嘴朝灰烬咬来 灰烬不对反进 向前一滚 躲过对方的撕咬后 钻进了狼女脖子下方的死角 接着单手撑地 双脚全力踢向对方的前肢 随着一声巨响 门板一般的前肢 向外反折 至此 只剩三条腿的狼女 几乎失去了快速进攻的能力 洛家 够了 不 我还能战斗 他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只要再坚持一会儿 坚持一会儿就好 灰烬舔了舔嘴角的血字 不由得笑了起来 对方猜得没错 他的状况确实不算太好 刚才的重击 让他浑身上下都酸痛不已 五脏六腑就像是一位了一半 手臂也断了一条 无力地搭了在身旁 看起来 就和三条腿站立的独眼巨狼一样狼狈 不过 人可以靠两条腿行动 而狼却不行 加上失去了一只眼睛 受限的视角 会进一步妨碍狼女的行动 如果打不到敌人 再强大的力量也毫无意义 这是灰烬在与神法武士作战时得到的经验 另外能确认的一点便是 灰烬比一年前强大了许多 这点在迎击内掌重击时格外明显 灰烬可以清晰地感到自己体内的魔力流转的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 时间在刹那间仿佛迟缓下来 他甚至能看见对方不断靠近的爪子和肉垫 并且大部分魔力汇聚于手臂前端 令他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力量 换作是以前的他 恐怕这一击不只会打断格挡的手臂 还会阵列他的肋骨和内脏 但现在他只是觉得疼痛并非麻木与虚弱 这便是爱格杀所说的生死感悟吗 如果说狼女能够通过控制魔力 来部分受化自己的身躯 那么超凡者是否能以同样的方式 令每一次攻击都获得超出自己极限的威力呢 这或许是个值得练习的方向 当然 现在最重要的是解决这场决斗 倘若将他另一只眼睛也打碎的话 就算想不认输也不行了吧 反正有叶子的草药在 要留他一条性命并不困难 只要事后拖回到西境 娜娜瓦的治愈术便能让他恢复如初 挥进深叹口气 微微弯下身子 落下也摆出前铺的姿态 同时露出满嘴獠牙 两人都知道 接下来的一击将是双方最后一次交手 无论结果如何 高台上都只有一人能站立 凝重的气氛感染了所有的旁观者 现场鸦雀无声 只剩下地火熊熊燃烧的声音 就在灰烬即将迈步之际 身后忽然传来回音的尖叫 小心 头顶 灰烬猛地抬起头 只见一只身形硕大的怪物俯冲而下 展开的翅膀几乎比高台还要宽大 脚爪犹如张开的利刃 每一根爪子都有手臂粗细 直到接近地面时 气流掠过雨衣所产生的嘶嘶声 在传进他的耳朵里 灰烬用出最大的力气向一色跳海 跃出了怪物的俯冲攻击范围 而他的余光 看到洛家也想跟着躲避 却因为折断的前肢无法着力 身子一歪 被来袭的敌人扑了个正着 随着轰的一声巨响 高台被这起流星般的冲击 砸出了树道裂纹 洛家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 人群中响起了恐慌 和不敢置信的惊呼声 一些沙民拔出武器 爬上高台想要救下洛家 而其他人则想要逃离此地 现场一时间变得混乱无看 灰烬倒是看得真切 从烟尘中献出真身的大鸟 根本是一只巨型鞋兽 它像是鹰与甲虫的混合种 背部 下腹和头颅 都覆盖着带有条纹的甲壳 脚爪足足有六只 能明显看到分解 最前面的一双最为粗壮 正如铁钳一般 将洛家牢牢按在地上 原本应该薄如蝉翼的四对翅膀 变成了后世的羽翼 也是他最为醒目的特征 自然环境之下 绝对不可能孕育出如此丑陋的怪物 邪兽一边按着狼女 一边朝他头部猛拙 后者的爪子完全无法阻挡 只能靠左右摆动脑袋 来躲避攻击 动弹不得的身躯 限制了他的闪躲范围 仅仅数息之间 狼女脸颊上就挨了好几下 涌入的鲜血染红了他的毛皮 照这样下去 他撑不了多久 就会被邪兽活活杀死 灰烬自然不会允许 这样的情况发生 协助铁府参与沙漠行动 是看在提力的份上 用神圣决斗分出胜负 也是因为对方的选择 加上还有叶子的草药 和娜娜瓦的救治 灰烬才会认真应对 以回应对方的期待 但洛家仍然是一名女巫 只要不是像纯洁者那般 作恶多端 灰烬就无法坐视同类 死在邪兽手里 回应 灰烬大喝一声 接着纵身冲向混合中 趁着她再一次灼下时 一把抱住了她的弯钩长嘴 尖锐的嘴角 划破了灰烬的肩膀 血液一点点滴在狼女脸上 但她仍然纹丝不动 狼女虚弱地抬起头 用仅存的眼睛望向灰烬 有黑的瞳孔中 涌现出了一股复杂的神色 与此同时 回应的安神曲 也恰到好处地响了起来 灵动的取悦 逐渐驱散了人们的恐慌 推挤逃窜的人流 随之缓和下来 一旦没有了周围人群的干扰 安德利亚所站立的方向 很快传来了连续枪响 和担心误伤女巫的第一军不同 她的精准射击能力 保证了只要有一丝空隙 就能完美命中目标 灰烬清楚地看到 按住洛家的爪子猛地一震 触发子弹连续击中同一个关节部位 直接将四翼雄鹰的昆虫脚爪 打成了两节 失去前置后 洛家反身一脚 蹬在携授腹部 将它踢飞出去 后者扇动翅膀 再次腾空而起 直到此刻 第一军小队 才响起了密集的强声 可惜 想要命中一个可以灵活盘旋 或上下起伏的飞行目标 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与其说 它飞起来像一只鸟 倒不如说 更像一只飘忽不定的昆虫 灰烬脱下黑色外袍 盖在身体极具缩小的巨狼身上 你还好吧 暂时 死不了 恢复成人形的洛家 咳出两口血沫 挣扎着想要爬起来 尝试了好几次 都没能成功 不要乱动 会加剧你的伤口 灰烬顺着洛家的身体 摸索了一番 胸口一侧向下凹陷 能碰到突起的骨头 显然肋骨 在之前的猛烈撞击中 折断了好几根 也得亏巨狼形态更为扛揍 换成人形形态的话 那一下 恐怕就能要了他的命 狂咽士族的武士也围了上来 他们手持短弓 朝天空中盘旋的鞋兽 拉弦射箭 但枪支都无法有效 威胁到的距离 就更别提箭矢了 当心 他又过来了 都让开 灰烬抱着洛家就地一滚 避开邪兽的掠地攻击 而好几名来不及回避的 士族武士 则被撞飞出去 胸口瘪下去一大块 眼看是活不成了 四翼雄鹰 明显具有不低的智力 他似乎意识到 唯一能伤害到他的 便是安德利亚手中的内杆长枪 俯冲攻击洛家时 都尽可能用副甲面对金发女巫 而且左右晃动 飞行轨迹成一条折线 而等到安德利亚重新装填时 邪兽便会利用抓来的人 丢下他身边的疯鸟和回音 以阻挠其装填动作 同时 调转方向 朝他攻击 安德利亚好几次躲避 都显向还生 毕竟 除了需要注意邪兽的动向 还得照顾另外两名伙伴 如果不是掌握了新的进化技能 能在近距离内 蹦撤出强烈气流 只怕邪兽 已经将他扑倒了 灰烬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这只四翼雄鹰怎么看 都像是专门冲着女巫来的 如果单纯为了捕食 高台边到处都是人 随便抓一两个带走 根本无人能阻止 但他反复拉起俯冲 要么是朝洛家进攻 要么就是盯着 安德利亚一行人而去 对于普通人 差不多是视而不见的态度 和传闻里的残暴试杀 完全对不上号 第一军进入灼火之地的 只有五十人 对付空中灵火的目标 毫无办法 不行 得把他引到大部队头顶去 利用更加密集的射击 才有希望打落他 但具体要怎么做呢 就在灰烬思考时 洛家抓住了他的手 把我丢上去 什么 把我丢上去 在他冲着我们来时 这是唯一 唯一能抓住他的机会 我无法靠自己的力量行动 只能拜托你了 如果不成功的话 你有可能会死在这儿 武士最好的归属 从来都是战死沙场 如此一来 我至少坚持到了最后一刻 你是我遇见过最强大的武士 能让我体验到如此精彩的决斗 多谢你了 灰烬从洛家的神情中 看出了坚定的意志 沉默片刻后 才点头回应 我明白了 不过你有一点说错了 这可不是我们的最后一战 我 就算活下来 也没可能再像正常人一样战力了 你不用安慰我 灰宝的吴东城 有一名女巫叫娜娜瓦 她拥有治愈任何伤势的能力 哪怕是只剩下一口气 或者手脚全断 她也可以让伤患恢复如初 你说的是真的 当然 像这样的战斗 我可经历了不下白场了 而且那里还盘踞着更为强大的敌人 想要磨练自己技巧的话 随时都能找到机会 所以 只要活下来 灰烬说到这里顿住 后半段话 也无需赘述 她看到 洛家剩下的那只眼睛中 绽放出了全新的光彩 我会活下来的 一定 那就上吧 灰烬不再犹豫 单手抓住洛家的一只脚 趁着四翼雄鹰朝高台中央扑来之际 以自己为中心猛地旋转两圈 接着用力将洛家甩出 披着黑色外袍的狂艳三公主 犹如一道离弦之剑 直朝下坠的怪物飞去 四翼雄鹰发出一声高亢的怪叫 大概是没想到 对方会主动送上门来 他迫不及待地张开鸟嘴 不避不让 静止向洛家一口咬去 然后 所有人都看到了这震撼人心的一幕 洛家瞬间变化成巨大的沙漠之狼 一巴掌狠狠扇在怪鸟的脸上 力量之大 犹如一声闷雷 鹰头整个歪向一侧 原本足以叼起一个成年人的弯钩嘴 在这一击下顿时变了形状 前半截甚至断裂开来 打着转飞落出去 这时 混合中想要再调整姿态 已为时太晚 两只巨兽猛地撞在了一起 洛家再次喷出一口鲜血 三只脚却死死抓住对方不放 尖牙也狠狠咬进了邪兽的肉里 身上突然多了一份重量 邪兽显然意识到了大事不妙 拼命挥舞翅膀 想要重新抬起高度 但想背负一个和自己等重的狼女飞行 无疑大大超出了她的能力范围 无论怎么震翅 两只巨兽仍不停地往下坠落 安德利亚 就知道你要靠我才能收场 安德利亚将步枪丢给回音 借助跑跳跃上高台 同时召唤出魔力长弓 而此时 一狼一鸟也重重衰落至高台之上 一道白光闪过 压在四亿雄鹰身上的沙漠之狼 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灰谨知道 洛家已经耗尽了魔力 要么失去了意识 不过能做到这一点 胜负已成定局 他立刻拨下一位 死去杀民武士的外袍 朝鞋兽冲去 靠近了才注意到 鞋兽背部和腹部的甲壳上 分布着不少零散的伤口 有的是擦伤 有的则是一个小洞 里面还躺出了绿色的粘液和丝丝蓝血 这些伤口应该是第一军留下的 但没有一处能对鞋兽造成致命伤害 灰烬找到夹在翅膀缝隙里 一动不动的三公主后 抱着他翻下了高台 余光中 他看到安德利亚手中的长弓 已经绽放出耀眼金芒 摔得不轻的混合肿 摆了摆脑袋 摇摇晃晃地从地上爬起 却发现身侧 仿佛亮起了一个金色的太阳 喂 你在看哪呢 在飞啊 这时 混合肿邪兽才回过神来 惊慌失措地张开翅膀想要逃跑 可已经来不及了 一团不可直视的璀璨光芒 从魔力之弓中迸射而出 带着雷鸣般的笑音 灌入邪兽体内 刹那间 无数道金光从他体内乍现 犹如破壳而出的赤阳一般 将他吞没于灰光之中 当轰鸣声过后 高台中央 出现了一个数米宽的圆形窝口 魁梧的四翼雄鹰 只剩下一小节躯干躺在窝口边 碎肉像雨点一样 洒落得到处都是 而这阵血肉之雨中 安德利亚傲然而立 金光流淌的弓弦 将她的长发 映尘出夺目光辉 还抓着长弓干什么呀 你在浪费魔力吗 当然是让这里的人 记住我强大的模样 呃 呃 呃 呸呸呸呸呸 都管你也有我说话 碎肉掉进嘴里了 怎么办 灰烬除了翻白眼外 已想不出其他表情 黄燕族长古尔兹 面色沉重地 从灰烬手中 接过自己的女儿 双肩微微颤抖着 罗家塔 还活着 不过情况并不乐观 这种伤势 就算是最好的草药 也只能延缓死亡 除非她能立刻得到救治 你有办法治好她 没错 而且能好得跟决斗前一样 古尔兹不敢置信地 睁大了眼睛 凝视超凡女巫 好一阵子后 才缓缓开口 那 代价是什么 你很快就会知道了 不过我想问的是 神圣决斗的结果 你承认吗 狂言并不是铁边 用鲜血和荣誉换来的胜利 我们不会否认 而且 到了这一步 已经没人能否定 你们士族之手的名号了 不信你听啊 傲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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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万众欢呼声之中 回音一步步 登上了决斗之台 我是傲杀士族的族长 卓尔银月 但我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挥宝女巫联盟的回音 自从遭到铁边士族陷害后 我失去了拥有的一切 不仅族人 遭到流放 我也被他们贩卖成奴隶 从碧水港 一直辗转到挥宝王都 在那里 我有幸被一个女巫组织救出 然后到了西境的一座小镇 名字 也改成了回音 比起卓尔银月 我更喜欢这个名字 尽管历经苦楚 可所得到的快乐 却要比在沙漠时多得多 那曾是一座不起眼的边陲之阵 现在 已然变成了一座繁华富裕之城 这期间的变化 绝大部分 都是由一位领主带来的 他便是罗兰温不顿 挥宝的国王陛下 也是他 最终改变了我的命运 啊 这 似乎不是之前排演时的说辞啊 嗯 但应该是他最想说的话 不管如何 我们只要在下面给他鼓掌就好了 一开始 回音还显得有些紧张 不过 谈及在吴东城的剑文 与有趣生活后 越来越顺畅 我知道你们都好奇 我为什么要说这些 那里毕竟是北国人的地盘 无论多么美好 也和我们杀民无关 没错 或许以前是这样 可现在 已经变得不同了 陛下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便是 吴东城不问出身 他的城市中 有来自挥宝各地的普通人 女巫甚至义族人 这一点 足以证明他的仁慈与宽容 如今 他打算将墨金沙民 拯救出这片血腥又贫瘠的沙漠 带给大家新的水源和绿洲 正如他帮助女巫时 所做的那般 我正是奉 罗兰温布顿陛下的旨意 以士族之手的名义 将这个消息 传递给各位 他决定 成为墨金族的大酋长 一同整个沙漠 并视我们所有人 为他的子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